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是就是吧 终于找到你们了 笑老虎 为了平衡星际资源的宽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火步 莉莉莎 三次蓝 开启 银河导戒馆 起遥遥小队 开枪 是 我们而跑 哥哥 你打不到我 三次蓝 火力再大一点 好 看我的 流星锁 糟了 波步在后面追着 我现在也会掉不住了 有了 把什么挂手 这招怎么样 干得好 卡卡 那当然 我可是天才 队长 撤退吧 团长说了 必须先解决这两只小老虎 不能影响抓树虫大致 原来你们的目标是树虫城市 树虫城市 是什么地方 树虫城市是神奇兄的知识之都 就在巨树森林外面不远的地方 可恶 竟然被他们偷听了 明明是你嗓门打 说出去的 可恶 换爆裂年大 是 绝绝小心 小意思 秒钟卡卡 谁 现在秒准奇迹 是 秒准卡卡 秒准奇迹 秒准卡卡 秒准奇迹 秒准卡卡 好赢啊 那是什么 看不清楚 是暴力年大 我太大意了 太后我又犯火了 眼乎乎的好可惜啊 你最长 我们抓住他们了 是我们被困住了 对呀 我可以用天射背包插出去 我真是个天才 我的噴射背包怎么了 可能是刚才被疼儿子再打坏了 都会吧 狠气的好可惜啊 我会没有被困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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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都是医院啊 谁都是医院 你辨 род的 天免 转过来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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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角 好机晓 表哥 你看 表弟 我们也试试 你们的翅膀好特别 这叫螺旋角 螺旋角 给我们看看 研究研究 表哥 好像是冒险笔迹 你们不能乱动我的背包 刚刚从你背包出去的是什么 好像是我的冒险笔迹 游戏锁 卡卡 好玩吗 别玩了 你看着点啊 小心 安全 着陋 糟糕 没了冒险笔迹 我的背包就不能用了 那你也可以看自己的力量呀 好像是在那边钓的 我去找回来 波波队长 你听到了吗 只要我们先找到冒险笔迹 小老虎的背包就彻底废了 我说波波 是不是该先想办法 离开这棵树啊 应该是这里了 看来是个野外营地 卡卡 你的冒险笔迹在那儿 幸好找到了 不然苏波设的背包就没法吸动了 放下波许拿 这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刚才那两只虫子吗 你好像叫大鸡 你叫小歪 对吧 你还记得我们的名字 我记得你叫 你叫 我叫卡卡 幸会 幸会 这本笔迹是我的 可以还给我吗 不敢 这是我们的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 这明明是我们的 我们是书虫尝试的书虫 在这里 所有和书有关的东西 都给书虫所有 而且这本书的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 做出飞上天的火箭 飞向宇宙 漫游太空 书虫 书虫是什么 书虫是神奇星的 特殊昆虫种族 它们都是知识丰富的学者 原来是这样 太害怕了吧 可是 你们俩根本不是书虫 首先 书虫都会头戴四方帽 知识越多 帽子就越高 你们知道 这本书是什么书吗 不知道 冒险笔记是神奇星 流传最广的书籍之一 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而且冒险笔记 跟你们要做的火箭 更能不相关 所以 据我推断 你们不是书虫 你干什么 你把他们都说哭了 好厉害呀 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我们不是书虫 你一定要做我们的师父 叫我们怎么做出厉害的火箭 我们的火箭 总是飞到半空就乱拐弯 师父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的 别这样 我只是想拿回冒险笔记 师父 不答应的话 你的冒险笔记拿不回来哦 好吧 我可以答应 不过 恭喜你 多了两个徒弟 先把冒险笔记给我 我帮你们改两火箭吧 好 师父 给你 笔记呢 卡卡 那边 我拿到了 以后再也不怕这两只小龙虎了 博部队长真厉害呀 站住 你们追不上啦 我知道这本书有没有美容知识呢 莉莉莎 你撞上我啦 莉莉莎 你搞什么乱 有虫子吓死我啦 小虫子有什么可怕 大怪物啊 什么怪物 我们可是横行银河系的倒猎团 那就是 外星人 哇 外星人也是两只眼睛的 哇 外星人有出脚的 外星人的名字 外星人的舌头 你们下来 快给我下来 Lightning 木星笔记在那儿 把笔记还给我 小子美 cation 些白 站住 菲菲,我来帮你 波波,我也来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比赛现场 这次争夺冒险笔记的拔河比赛 究竟谁将获胜 是这边 还是这边呢 发生什么事 三四郎 快,快去偷袭这两只小老虎 明白,波波队长 我来了 这次看你们怎么办 波波,你的背包好像又坏了 不会吧,我刚喜欢 人呐 打击小弯,快能冒险笔记 好啊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别过来啊 我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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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我抓,我抓,抓 不 慢点啊 这就是书虫城市 没错 你看 这的建筑都是书本的形状 那书虫在哪里啊 他们想干什么 看来情况不妙 你们从哪儿来的 你们是什么猫 来 教育他 我要发火了 看清楚 我们是老虎 老虎 就是书上说的那种 有锋利牙齿的虎族 找到了 原来老虎真的存在 看看这爪子 看看这肌肉 可算安静了 终于能好好研究一下老虎了 上 这 这是传说中的那本笔记 这难道是苏博士那本冒险笔记 原来真的有这本书 终于见到它 我的心愿实现了 没错 这可是苏博士亲自记录的冒险笔记 我是卡卡 这是机器 我们正在旅行 攻之神奇星的各个族群 提防外星人再次入侵 真的是苏博士的冒险笔记啊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它们就是书虫 没错 书虫都是很爱学习的 你俩又不是书虫 怎么知道这么多书虫的事 这个啊 这个嘛 这本冒险笔记还有另外的功能 我展示给你们看看吧 我的冒险笔记啊 站住啊 请啊 请把笔记还给我 不行 师长好 很抱歉 从我们书虫城市建立开始 就立下了一个规矩 所有在城市中和书有关的东西 都属于书虫城市和我们全体书虫所有 所以从冒险笔记落在书虫城市那一刻起 它就属于全体书虫了 这样也行 大吉 小蜗 是这样的吗 没错 这就是书虫城市的规矩 但是 这本笔记对我很重要啊 哇 这真的是苏博士那本冒险笔记 那 那对我们更有研究价值了 你们看 这个城市传说是苏博士为了传承神奇星的知识设计的 你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研究 我是有研究没错 这就对了 来 把笔记抬走 收好 但是 卡卡真的要把笔记交给他们吗 既然是苏博士立下的规矩 就先让他们研究一下吧 那你的背包就再也启动不了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学功夫吧 只要你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疼就行 你怎么不长眼睛啊 这个算了吧 我觉得所有书本都规书虫城市根本不合理 知识不是属于大家的吗 知识属于大家 对啊 难道不应该让所有神奇星居民都懂更多的知识吗 我明白了 苏博士设计书虫城市并不是为了保管书本 而是要守护知识 而且我们要阻止盗猎团的阴谋 就绝对不能失去冒险笔记 卡卡师傅 抓住我们 不行 书虫城市的传统不能破坏 为了守护神奇星 我真的非常需要这本笔记 抢别人的东西还这么有理 你们是强盗吗 你不要乱说 我们可是知识的守护者 书上说的 未经别人的同意拿走别人的东西 就是小偷 你们什么时候是守护者 又是小偷者 你们书虫就是一只强盗 琪琪 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 小偷 小偷 既然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 那我们决斗吧 谁赢了 这门冒险笔记归谁 对 就是 就是 谁赢了就归谁 谁赢了就归谁 决斗 比武吗 太好了 我可以打十 打一百个 千万不要比啊 太恐怖了 比武太粗俗 我们说的决斗 是书虫城市特有的烧脑大决斗 烧脑大决斗 嗯 我们干嘛不抢啊 笔记就跑 他们根本追不上 那我们就像强盗了 放心 我们一定能赢 只是这烧脑的比赛 我可帮不了你 只能靠你自己了 冒险笔记已经就位 烧脑大决斗 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 有请我们的书虫的代表 蔡高博士 大斗博士 和书王博士 师 师父 你 你真的要和他们比吗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书虫城市有史以来 学历最高 只是最丰富的 散大学者 这才刺激 我卡卡也是大都会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天才大侦探 不会是我们的师父 下面有请我们书虫城市 最公正严明的 匆匆博士做裁判 啊 这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概是书虫国王 啊 原来是个机器人 烧脑大决斗马上开始 请双方选手进场 师父 进场 师父 这是我们为你特制的 超级补脑饮料 它可以提神醒脑 消除疲劳 这是我们最爱的饮料 一定可以帮助你 赢得烧脑大决斗的 每次喝完都会精神百倍 谢谢 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心意的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很厉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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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你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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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最爱喝的 超级辣椒提神水 啊 啊 卡卡吃不了辣椒的 这下完了 谁来比试啊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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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不出战 是要认输吗 如果认输 冒险笔记将归书虫所有 我 啊 很好 请马上就位 啊 啊 烧脑大决斗 以问答题形式比赛 一幕是从书虫城市中央电脑知识库里筛选出来的十一个问题 先答对六题的一方获胜 大家明白吗 啊 那么烧脑大决斗现在开始 哇 第一题 请问什么东西可以破坏钢铁 打碎岩石 推倒城墙 还能把高山推平 嘿嘿 奇奇选手 请回答 嘿 答案就是我们虎拳的终极绝招 能开山劈时无坚不摧 啊 回答错误 答案是时间 回答正确 为什么是时间啊 哦 哦 嗯 嗯 对了 听不懂 哦 各位请安静 第二题 请用这六根木棍手尾相连 摆出四个面积一样大的三角形 哦 哦 四个三角形 简单嘛 首先把四根连起来 然后交叉放两根 然后 哎 怎么连不起来了 我知道 我们一起来 回答正确 哦 好棒啊 第三题 桌子上有十二只能燃烧半小时的蜡烛 十分钟的时候被风吹灭了两只 二十分钟的时候又被风吹灭了一只 请问一个小时后桌子上还剩下几只蜡烛 我知道 三只 不可能 你错了 十二减三是剩下九只蜡烛 回答错误 答案是三只 因为一个小时后蜡烛全都烧完了 桌面上只剩被风吹灭的那三只蜡烛 回答正确 三比零了 啊 对不起 我应该相信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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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别激动啊 嗯 书虫队回答正确 四比零 啊 哦 哇 好厉害 啊 下半场即将开始 请双方选手上查 师傅 你说什么呢 我们听不懂 哇 别担心 我一定会把冒险笔记赢回来 烧脑大决斗下半场正式开始 第六题 他在做什么 不知道 还需要计算吗 直接拔掉浴缸的塞子不就行了吗 啊 回答正确 哦 我答对了 我抗议 这是作弊 作弊 作弊 抗议无效 机器选手的答案确实是最快的方法 好了 请听第七题 这里有一个球体 一个正方体 和两只不一样长的棍子 请告诉我哪根更长 到底都在算什么啊 很难吗 他又想干什么 这根比较长 回答正确 这也行 我抗议他作弊 抗议抗议作弊作弊 抗议无效 机器选手确实说出了正确答案 第八题 请问图片中的铜锣来自什么地方 哇 我知道 这个是上古时期的哇萨哇萨族打造的铜锣 是有八千年历史的文物 回答 不对 肯定是 我在书上看过很多次了 这个明明就是考拉市级的铜锣 考拉市级的每个店铺都放的这种铜锣 想买东西就用力敲响它 叫醒考拉店主 你看 这是考拉商贩的手 机器选手回答正确 考拉们都喜欢哇萨哇萨族的东西 这铜锣是复制品 不会吧 难道你连考拉市级都没去过 嗯 没 第九题 请问今年无影草原的球语仪式用什么方式举行 我知道 无影草原的球语仪式是由长颈鹿一组酋长演唱传统歌曲 其他家族成员表演传统舞蹈 回答错误 不可能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嗯 因为长颈鹿球长扭伤了脖子 今年主持球语仪式的是球长的儿子高高 唱的是摇滚乐 机器选手回答正确 有今年球语仪式的照片为证 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用摇滚乐来球语 神奇星球的新奇事多着呢 哇哇哇 机器家长 哇 不会吧不会吧 我们的三位博士不会输给老虎吧 各位 第十题是刚刚收到书虫城市中央电脑传来的最新题目 请看大屏幕 这些箱子是考古队的最新发现 请说出它的来历 这是什么 书上没有记录过 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我知道 我见过这些箱子 等等 我能说话了 我能说话了 师傅 安静 安静 我在无垠草原的山洞秘境里见过这些箱子 那秘境能让人产生幻觉 这些箱子里藏着神奇的宝物 你看 我的流行锁就是箱子里的宝物 它可以变大变小 还能听我指挥单独行动 回答正确 和考古队提供的最新报告记录一样 它说的居然是真的 真有趣 我也想去看看 各位 现在比分是5比5 最后一题 谁答对了 冒险笔记就归谁所有 地震吗 输重城市 伟大的银河道雷团 711小队 来了 我 报告波波队长 这里就是 疏虫尝试 好 就按船长的计划 把这里的疏虫 全部抓回去做研究 没有了疏虫 神奇星的支持水平 就会大大降低 我们伟大的银河道雷团 再次占领神奇星 就更加轻松了呀 可是那些疏虫又小又多 一次全抓完太难了 我早有准备 这是我最新研发的虫子吸收器 奇力强大 哇 这么厉害 那你说 那也给我一把 我只做了一把 你就用手去抓吧 波波 快点埋成任务撤退呀 你又不下来帮忙 喊什么呀 我不要 这么多虫子 好恶心 哎呀 还是靠我自己吧 瑟瑟郎别吃了 快去抓虫子去 好 我差不多 吃完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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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是银河斗铁团 去去 我要它们好看 坏蛋在那儿 流星锁 可恶 心口被堵住了 别想破坏输出城市 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救命啊 原来真的有外星人哪 外星人头上两处脚 紫色皮肤身材很胖 你给我过来 你们快躲起来 危险 对呀 大家快分开来跑 走走 等等 怎么了 你还有点小聪明吗 我要增加难度 尽管来 猜猜书虫在哪个杯子里面 这个 不对 一定是这个 也不对 再来 好 表弟 我们要不要帮帮师傅 怎么帮 我们太小了 有了 你一定在这里面 你确定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一定是这个 不好 怎么没有 我明明看到是这个杯子 再来 嘿 危险人 表弟 倒数 五四三二一 点火 师傅 我们来帮忙 不要过来呀 真不听我的话 什么声音 刚才是什么东西飞过来 啊 虫子 快走开 快走开 啊 虫子 啊 一定是这个 不对 啊 虫子 现在就把这本冒险笔记还给你们 烧脑大决斗 不是还有最后一题没比吗 不用了 谢谢你们 让我们发现了自身的问题 不但要看书 更要走出书重城市 增长见识 把更多的知识传播出去 市长 你们一定要小心银河盗猎团呀 放心 我们会把这个信息输入中央电脑系统 让大家都警惕外星人 哦 对了 啊 银河盗猎团是往云雾雨林方向飞去了 那里常年被大雾覆盖很危险 要加倍小心啊 谢谢提醒 再见了 各位 谢谢 冒险笔记都拿回来了 你还在想什么呢 我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不起来 那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了 银河盗猎团可能会去云雾雨林岗破坏 我们快点吧 我到底忘了什么了 不不 你太让我失望了 卓虫这么简单的任务都赶不来 团长大人 您息怒 其实 我们抓到了书重 真的 在哪儿 团长您看 这两只就是书重 还敢骗我 他们从不敢输 实时水平很低 根本就不是输重 你不 不 不会吧 云雾雨林的任务最失败 你去完了 保证完成任务 团长大人 我看到雾了 前面应该就是云雾雨林 据我分析 这不是雾 是烤红薯的烟 你好 是老虎 你是豪猪吗 你有没有常识啊 它明明是刺猬 对不起 其实我是穿山甲 你为什么要假扮刺猬 对不起 因为我太吐气了 刺猬比我酷多了 你比刺猬酷多了好吗 就是啊 你身上的假片造型很特别 你们不用安慰我了 我们穿山甲一族 土生土长 哪像你们老虎 威风凛凛 有了 老虎 我要做一个老虎造型 我这就去云雾雨林找材料 你去云雾雨林 能不能带上我们啊 可以啊 对不起 我路上能研究你们的外形吗 啊 总之 能到云雾雨林就好 那就马上出发吧 跟我走 谢谢你 我叫卡卡 是一位侦探 我叫琪琪 是一位舞者 你们虎族真厉害 我叫小甲 什么都不是 云雾雨林 我们来了 开始有雾了 看来雨林快到了 这么大雾 进了雨林能看清东西吗 雨林里面的雾不浓啊 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 雨林外的雾很浓 但在雨林里面就不会 小甲呢 我在这儿 看到我做的孔雀战衣了吗 帅不帅 这身孔雀战衣不仅帅 还能飞呢 我飞起来了 小甲 你知不知道刚才很危险啊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为什么总爱模仿其他动物呢 大家都很帅 孔雀有美丽的羽毛 你们老虎有好看的花纹 而我全身都是黑乎乎的假骗 笔记上是这么说的 你们穿山甲一族拥有锋利的手 是天生的挖洞高手 而且你们的领奖是最高级的防御手段 会挖洞有什么用 用处太大了 遇到危险可以迅速挖洞躲进去 比我的狐爪弓还有用 我们的祖先经过了千百万年 才进化到现在这样 身体不同 但各有优势 我爷爷说过 每一族都有独门的绝技 我们穿山甲遇到危险只会逃跑 哪有什么绝技 我爸爸说过 逃跑是大本事 科普一下 逃跑能力是最基本的实力 打不过就先逃 保护好 再反击 逃跑界最传奇的几个绝技 是 小甲都跑远了 这只穿山甲又笨又傻 我们抓他干什么 团长大人肯定会高兴的 你懂什么 给我好好干 又脏又丑 要抓你们抓 我才不碰呢 我有一个妙计 等他们进入云雾雨林之后 我们就 跟紧我 穿过这片浓雾就到雨林了 没错 这里就是云雾雨林 怎么这么闷热 对不起 雨林常年潮湿炎热 麻烦你们忍耐一下 你为什么总说对不起 又不是你的错 不要随口说对不起啦 对不起 那个 你们来雨林做什么 我们得知 外星人要来云雾雨林抓居民 所以过来阻止他们 外星人 这个星球哪有外星人啊 我以天才大侦探的名誉保证 真的有 救命啊 人能帮我 有人求救 快去看看 人能帮帮我 我动不了啦 这是什么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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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们中计了 天后 还是你了 成功啊 波布大人的妙计万无一失 又是你们 银河斗猎团 等我出来 要你们好看 本来这个陷阱 不是为你们准备的 现在可是你们自投罗网 我们总算了一下大功了 队长 团长不是早就让你先把这两个老虎抓了吗 三反五次抓不到 可能早就忘了这个任务吧 胡说 我就不是抓到了吗 波布大人的妙计超乎想象 快点抓了那只丑怪穿山甲回飞船吧 真是热死了 我的妆都快花了 小小快跑 小小快跑 尝尝我新研发的膨胀子弹吧 不要破坏他的领甲 团长大人可以用他来研究最强装甲 原来你真的有外星人 我打不过 只得先走了 对不起 波布大人 他跑了 用得着你操心吗 我波布自有妙计 还是队长大人淡定大计 我们故意吓唬一下他们 又是这个激光龙 用上次的干斗剑就能解决了 没法用 放弃吧 激光龙早被我改造过 你的干扰器没用了 放弃吧 放弃吧 波布大人 这两只小老虎三番五次坏我们的大事 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 我的大人专打练机器人很秀陪练 我的新帽子还缺装饰呢 我看老虎尾巴上的毛不错 我的改进版迷糊汤正好可以给他们先试试 我新人太坏了 我得去救他们 可是我太没用了 要是我像老虎那样就好了 有办法了 放开卡卡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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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贾 你 你 怎么又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会抛下朋友 有了老虎套装 我也可以很厉害 终于把他骗来了 小心 他可得有秘密武器 吃我一记武器 小短手还想当虎拳 小贾 卷起来 用灵甲保护自己 怕了吧 乖乖投降吧 小贾 快跑啊 我 我一害怕就跑不动 小贾 你的家族绝技 你的力肘 还有你的灵甲 谁都败不开 真的吗 这灵甲怎么这么硬啊 没变的办法了 不如试一试 对不起 习惯了 祖传绝技 穿山打斗 他想干嘛 瘦得那么厉害 还不就是想躲起来 我的纯手工经典针藏版口红 该我哪儿追啊 别跑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这次一定要打住 我找到口红了 关键时候能不能不捣乱 你没事吧 气死我了 我一定要抓住你 我来教你们了 小贾 加油 你可以的 先救你自己吧 舌头怎么这么长 别跑 遥控器还给我 还往哪里跑 我一定要教住他们 小贾 兄弟 你醒醒 坏蛋 别跑 我要你好看 还好我准备了连环剂 接收吧 糟糕 又中心了 我们好像站出位置了 这连环剂真不错 外星人呢 被你打跑了 小强 谢谢你救了我们 你刚才真是太勇敢了 你的家族绝技太厉害了 谢谢 我终于找到穿山甲家族的自豪感了 我要回家告诉同伴们 我们是很厉害的 记得还要告诉同伴们 要警惕银河斗猎团 一定会 小贾 你要回家 那谁给我们带路呢 你们沿着这边的小路一直走 就能去到云雾雨林的深处 还有 这片掉落的灵甲 就送给你们做个纪念吧 那我们去云雾雨林了 小贾 再见 我们会想你的 再见 你是不是迷路了 怎么可能 我都绕晕了 别急 我在找路 你肯定刀猎团在这边 我天才大侦探的判断 怎么会错 明明我看到的是那边 听我的 走这边 听我的 走这边 反正我走这边 随便你 走错了可别哭 有一排脚印 是雨林特有的植物吗 怎么笔记上没写 我确定脚印不是刀猎团的 怎么回事 机械壁坏了 我在这儿 过来啊 卡卡 你在哪里 我在这儿 我在地洞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巨坛的雕像吧 它们又高又大 很会游泳 喜欢有水的地方 这应该是哪位巨坛的家吧 是我 快跑 有危险 喂 琴琴 你拉错了 你 你不是雕像 我只是懒得动而已 你好 我叫卡卡 是个大侦探 我叫琪琪 一看就知道是个舞者 我是巨塔兰兰 你这名字真好玩 你一直住在这儿 是啊 多亏有地洞 我才没被坏蛋抓走 谁要抓你 说来话长 我懒得说 你跟卡卡相反 不啰嗦 我喜欢 还是简单说说吧 它们比大王花还可怕 拿着很吓人的武器 走起路来轰隆隆的 云雾雨林的神奇生物 果然很多 它们长什么样 什么 这就睡着了 太可爱了 不好意思 我懒得话 继续说坏蛋的事吧 那你是游泳逃走的 我游不了 为什么 是游泳太累了 懒得游 太久了就忘记怎么游 这怎么行 又有人来抓你怎么办 钻地洞 绿塔是水路两栖 也就是在水里和陆地上 没问题 游泳都忘了 这也太懒了吧 也是 毕竟在大都会这样懒 可不行 除了侦探 我都还有三分兼职呢 雨林很潮湿 你的背包要烘干哦 哦 哦 机械臂 大概是因为潮湿失灵了 啊 啊 说话真累 我饿了 啊 干果呢 蓝蓝 游过来吃 懒得游 树上果子就快掉下来了 我接着 三 二 一点五 一点四 啊 这样好吧 你游一分钟 我就给你一个干果 游得越久 果子越多 我躺着不动 过几天 一束的果子都会掉下来 还是躺着好 啊 兰兰 还有比躺着更舒服的呢 我有个办法 琪琪 你先跳进河里 为什么 做示范呢 根据示范效应原理 大多数人的行为 会跟随示范者的改变而改变 停 饶了我吧 我跳 啊 你敷在水面 不要动 哇 兰兰 你看 像琪琪这样 放松身体 很容易就浮起来 然后轻轻动动手 就摇出去了 简单吧 真的吗 那我试试 好样的 过来吧 啊 好远 我还是躺着吧 兰兰 我尽力了 琪琪 你加油吧 那只蜜塔 到底怎么泡掉的 我以为 它会往左躲 就把空间球 往左边丢 谁知它一动不动 我以为 它会往后退嘛 我就在后面包抄 谁知道 它突然不见了 难道见鬼了吗 哎呀 坏蛋又来了 原来是你们 银河斗力团 抓到巨塔 就能研究 水下作战系统了 你休想 抓住它俩 团队的任务 不能再搞砸了 愣着干嘛 快动手啊 我在保护兰兰 我是说鸡血屁 快动啊 什么情况 放开我 他俩交给我 你们去追巨塔 好 这么快就泡没影了 快什么快 它都没动 老虎呢 算了 先抓巨塔要紧 找找有没有其他洞口 果然还有好多个 所以进洞追不行 那怎么办 这是什么呀 小小狼 你干嘛 队长 我是不是很聪明 这里雾气重 看不清 有了 好累啊 懒得动了 先躺一会儿 这是什么 坏蛋居然灌烟 太久没跑了 该怎么跑来着 懒得想了 还是爬吧 还是回洞里算了 你该不会忘了怎么游泳吧 你无路可走了 波波大人的办法太高明了 只能试试了 他不是不会游泳吗 救命啊 救命啊 确实不会游泳 三四郎 救生圈 遵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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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用救生圈游过去抓他 早说嘛 还用说吧 算了 用飞行器吧 遵命 来来 身体放松扶起来 手脚轻轻往前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的示范成功了 又是你俩逃乱 等会儿收拾你们 莉莉莎 你也上 太滑了 要是我的皮肤也这么滑就好了 关键时刻能不能认真点 没问题 等我抓他 用来研究后肤品 抓住了 别别别 找得好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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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郎拦住他 放心吧 对哪 two hundred 来 看 sleeping tipos ỉ 哎呀 搭 雨 Lama 因为这是你 你妈的 我们的 快搞定细线笔 去救兰兰 我少了个办法 他怎么游起来不停了 我就不信他不是恩 波布队长 还没抓到呢 真没用 你说谁没用 丽丽莎 你脸都花了 太难看了 只会帮盗盲的三四郎 谢谢你哦 洪刷 最努力的就是我 不服来抓我呀 我要你们好看 今天绝不帮过你 队长 毕业完了 队长没了 既然如此 只能由我来完成任务了 这样我就能升级到副队长 不用做小跟班了 这些都送给你们 谢谢帮我赶走坏蛋 这是什么 是干燥剂 是森帽猴族给我的 他们是雨林的工具专家 干燥剂 你知道怎么找到他们吗 顺着河流走 穿过这片雨林就能找到了 看 树屋 应该就是懒懒说的森帽猴村了 我的机械并有救了 救命啊 换什么 我抓着你的衣服 走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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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方便又好玩 这个工具看上去很高科技的样子 据我推动应该是 指甲刀 色帽族果然是工具专家 欢迎远方的客人 我们的产品味道鲜美 不会受潮 永不变质 手里又在吹牛了 永远是不可能的 但十年绝对没问题 我们的强力干燥剂 是用神秘矿石制作的 差点泄露了商业机密 请问你们是要买坚果 还是其他果斧啊 干燥剂 我的背包受潮了 里面的机械坏了 机械干燥剂是我们的机密 不卖不卖 猫猫双灵 那批坚果什么时候交货 考拉老板 速度很快了 大家都拼命砸着呢 看 是老虎呀 老虎 老虎在哪儿 真的是老虎呀 还有手砸 太慢了 这还怎么加快 这还怎么改进呢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砸坚果的 达不到考拉老板的要求 他不再买我们的货 那坚果可就都烂在树上了 卡卡 你想个办法帮帮他们 我有办法了 猫猫舍领 可以用水力来砸坚果呀 又舍利又快 嗯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真是个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加点别的设计 还有包装机跟盖章机 好酷 一条完美的坚果生产流水线 又快又好 我们顺便印了银河盗猎团的传单 他们撕出干花式 你们要小心 有这回事吗 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啊 莫莫少领 我的订单 这 这简直就是魔术 小心 我要再加两顿坚果 这就是机械用干燥剂 这一小包就能瞬间吸干一条河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解决你的背包问题 绝对保证 这是我亲手砸的坚果 我也是 快把干燥剂交出来 把各种美容化妆品也交出来 他们几个就是银河盗猎团 真的出现了 队长 你说的对 他们果然来僧老豪村了 不知道这里能不能做化妆机 美容机减肥剂呢 关键时候能不能认真点 先抓住他们做干燥剂 让武器恢复正常 我们独小 这包榴莲干给你们 这包坚果给你们 这门水价作业也给你们 你们刷我吗 快交出鸡血干燥剂 看来他们的武器也受潮了 救人要紧 就用干燥剂引开他们 嗨 刀猎团 你们要的干燥剂在我这里 追 给我抢过来 在我这儿 大小狗 队长 干燥剂是僧帽猴做的 不如我们 别浪费时间 快追 队长 我们可以先回猴村 不 一定要先抢到他们的干燥剂 队长 干燥剂让那些猴子再做就行了 对呀 为什么不早说 我明明说了三次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复豪 他们又回猴村了 怎么办 猴村有危险 琪琪 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那还等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 我们走近路 影子都没一个 都躲哪儿去了 那有一个 站住 惊着他 你们是从那冒出来的呀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开工了 中极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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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嘴汗 哎呀 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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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为什么又失败了 为什么 我的脸和头发和衣服全毁了 好饿 幸好我顺手拿了几袋坚果 这是干燥剂 虽然只是食品干燥剂 但也免成能用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推断 银河道猎团肯定又有新的阴谋了 你去走快找到他们 用机械臂有什么了不起 看我披山掌开刀 姐姐 不要碰这些奇怪的植物 可能有毒 我们无者闯荡江湖 什么都不怕 再来一招 雪 风 腿 你这个武痴 你这个科学怪人 你怎么了 我 我突然手脚发麻了 我又不上力了 有问题 让我分析一下 根据你的症状判断 你应该中毒了 没错 因为它碰到了巨大猪龙草的蜜蜜呀 刚刚是你在说话吗 当然了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大 当然了 我们可是 巨嘴鸟啊 我没事 你说极竟是因为巨大猪龙草的蜜叶 才会身体麻痹 当然了 那和我分析的结果是一样了 我的手脚越来越麻了 怎么办呀 只要找到解药 就行了 你们千万不要乱碰雨林的植物 尤其是巨大猪龙草 不然就会变得跟那个笨蛋一样 我才不会碰呢 谁知道会不会伤皮肤呢 三次狼呢 你听见了吗 我不是让你别碰那些猪龙草吗 队长 你说什么 你怎么了 我的身体好像突然麻了 能不能让我生点戒 现在中毒了该怎么办 解药就在猪龙草的南边呢 反正就在我巨居家不尽 我带你们去找解药吧 看来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解药了 没错 你们等等我 我脚麻呀 玉林有个恐怖的传说 一到晚上可怕的幽灵火就会出现 我的脸也麻了 你们不怕吗 幽灵之火其实是灵化物燃烧产生的灵火 这是科学常识 其实更可怕的是 有灵之火旁边的石兽术 它神区高达 还有无数个比刀片还蜂蜜的触角 是石兽术的触角啊 不要怕 那不是传说 可是队长 你明明跑得最快 胡说 我打在前面是为了保护你们 等等 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我了 只要被石兽术的爪子抓住 就会紧紧缠住不放 我们石兽术抓住了 救命啊 快跑啊 喂 什么 手上的东西摸啊 什么声音 好像有人 谁躲在那 快出了 哇 原来是大王花 打扰了 你也太夸张了吧 我这是优秀的应激反应 各位 简要就在山坡下 太好了 我们快走吧 简要一般长在河边的泥土里 你怎么了 对不起 我手麻了不听使坏 GG 是不是解药啊 我找到了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太好了 地上的东西是谁掉的呀 什么东西 混血猎 去吧 发射啊 什么 笨蛋 谢谢你们把我们找到解药 银丝斗里团 原来你们一直跟着我们 把我的解药还回来 跟着他们 果然能找到解药 坏蛋 不让你好看 看招 GG 你是别冲动 你忘记身体麻痹了吗 虎圈 我躲 你身体麻痹比我更严重 你打不当我 糟了 解药 交给我 对了 味道还不错 你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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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药没那么快见效 趁现在快捉住它 是 你们休想 糟了 你怎么每次都那么冲动啊 我们舞者就是要往前冲啊 都怪这只哈哈大嘴巴鸟 写瘦是你 疼死我了 你这只臭鸟 居然上了三死了 上它的是你啊 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啊 莉莉莎 先不管那只笨鸟 先解决两只麻烦的老虎 你们居然看不起我 好丑啊 莉莎 快用空间球抓老虎 休想 什么 我要对付两只老虎 那我先休息了 什么 你说莉莉莎太辛苦 我知道了 你们这两个笨蛋 哈哈哈哈 菊菊 干得漂亮 当然了 哈哈哈哈 我的嗓子 哈哈哈哈 笨鸟的嗓子含坏了 队长 你怎么也哈哈了 被笨鸟传染了 莉莉莎 赶紧对付它们 来了 启动追踪模式 锁定两只老虎 吃点它们 快跑 天线 我来帮你 我的身体已经不麻了 快跑 我来帮你 这个升级版空间球 是我的得意之错 且锁定了目标就别想逃 快想个办法 我想到了 我能飞 我先来引开它 来追我吧 君君 你回来啊 不用劝我了 我就是最勇敢的巨嘴鸟 我是说你回来吗 他根本不追你啊 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 据我判断 这个空间球是对我和你做了锁定 那逃是逃不掉的 如果有人能拦住他就好了 拦住 我有个大胆的计划 君君 抓紧我 好 这样不行啊 他快追上我们了 相信我 前面没有路了 就是现在 回来 快 好样的 我的空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外星人被打跑了 最终还是得靠我的智慧 还不是靠我提醒了你 不不不不 最终还是靠我的啊哈哈 居居 你为什么总是说啊哈哈呀 因为我嘴巴太大 说话要啊哈哈 放气呀 为什么会这样 巨嘴鸟没抓到 两只老虎没踪影 空间球也不见了 我的解药也没拿 解药给你 谢谢队长 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这一次必须要成功 所以不要启动秘密武器 绝对不能再失败 我要启用巨大空间球 把整个雨林全部吸走 队长 那是秘密武器 而且没完工 要是出了问题 团长会生气 巨大空间球这么强 对付小小一个雨林 能有什么问题 不如先试试它的功能吧 怎么试 吸一下我房间的灰尘看看 关键时空能不能不捣乱 巨大空间球 秘密武器 听起来是可以吸东西的 好像在哪儿见过 对了 盗猎团在泼水间 不是用过一个 有很大吸力的武器 不好 与邻居民有危险 要马上通知他们离开 等一下 还有情况 这种金属从未见过 而且很巨大 据我分析 很可能是更高科技的武器 就是一只金龟子 大侦探 什么声音 有点奇怪 大家听我说 外星人派来的银河道里团 要来破坏雨林了 你们要尽快离开 太好笑了 雨林被浓雾包围着 没那么容易进来 外星人已经来了 听到刚才的声音了吗 那是高科技武器 真的吗 无意一名无者的身份保证 那好吧 通知你们的族群快跑吧 好 听说 有外星人要用一个 什么武器来打雨林 听说 有外星人送什么物资来给雨林 听说 外地人要在雨林盖屋子 什么 不是外地人 是外星人 他们要毁灭雨林 大家赶紧走 你说得对 还是走吧 是该走了 吃饱该睡觉了 我要发火了 那只能我们去组织盗猎团了 那还等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 巨大空仙球来了 小阔 启动螺旋角 好 带上我 喂 作数了 不好意思 不习惯两个人飞 好在我身手好 快飞过去 又是这两只老虎 三四郎 收拾他们 可恶 我的拳脚施展不开 我在使用螺旋角 鸡蟹比没法帮忙 你们这样是打不过我的 根本没法靠近 小老虎没交了吧 好好欣赏我西走雨林吧 我要你好看 太可怕了 降下去 雨林全完了 快去阻止它 都了 没电了 快去阻止它 这到底是什么高科技 危力太大了 喂 你能不能先起来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救命啊 原来真有外星人来抓我吗 早该听那两只老虎的 不 你现在过去 只会被吸走 不能看就不救啊 一定还有办法的 地理的末日就在今天 可恶 我要发火了 卡卡 你没事了 小脚 蓝蓝 冒冒 冒冒 你们都来了 对啊 我们看到了那个大球 怀疑是盗猎团搞破坏 于是就带着族群赶过来了 雨里有难 我们当然要来 谁要破坏我的家 我就用扫门 好 通点它 这大红金球 它是新这里了 大家小心 终于追上你们了 卡卡 现在什么情况 盗猎团想用巨大空间球 把整个雨林吸走 这个武器太厉害 我们没办法了 练飞机 我们齐心协力 对付他们 对 我想到个办法 好厨艺 大家分头行动吧 小甲 你们挖一些通往雨林外面的地道 茂茂 你们引导军民通过地道逃出雨林 背包这么大会堵住地道的 我怕饿嘛 蓝蓝 你们撑木筏 带军民逃出雨林 狙军 你通知军民们 去坐木筏 去坐木筏 雨林的军民们 请马上前往河边 坐木筏离开 狙军的伙伴们 请你们去对付巨大空间球 和分解飞船 什么 哪来这么多鸟 抽好电了 激动螺旋角 警告 警告 巨大空间球即将过载 警告 警告 巨大空间球即将过载 过什么载 给我继续吸 不能再吸了 快减重了 怎么减 我有办法 队长 你先在原地做深蹲 为什么 快速减肥呀 就能给空间球减重了 你 你在谁爱我吗 警告 巨大空间球即将过载 将随时失去平衡 只要在失去平衡之前吸完就行了 快吸 过载是什么意思 队长 那是秘密武器 而且没完工 要是出了问题 团长会生气 据我推断 波步急着立大功 激动了没完工的武器 来吸纳雨林 现在是超重了 那我们有机会了 那我们有机会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你快说 不过这个办法有点危险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们舞者从来不怕危险 办法就是我们被巨大空间球吸进去 然后大家一起合力 让巨大空间球失去平衡 但是 还等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 你等等 那两只老虎也被吸进来了 没人能阻挡我 恭喜波步大人要立大功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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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一下 都不来我们这边 大家一起想办法出去 嗯 这个巨大空间球超重了 我们加把劲破坏它 真的吗 我们能出去 大家齐心行力 一定能 哎 我数一 二 三 大家一起跳起来 用力往下倒 嗯 一 二 三 哎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怎么回事啊 一 二 三 死了 又是这两只老虎 去解决它们 是 空间已逝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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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接受 波布 你撕刺气又没完工的巨大空间球 导致空间球被破坏 与人任务也彻底失败了 团长 你听我解释 这次都怪三四郎 你是队长 你要对此负全色 我宣布你被免职了 将之为普通队员 立刻成效 团长 不要啊 飞船规章第一条 永远保持干净 三四郎 把沙发再擦三遍 不干净 不许吃饭 飞船规章第十五条 不准在控制室吃零食 丽丽莎 你把地扫一下 不许用机器人 波布 别忘了 你已经不是队长了 我们干嘛还要替你的 我宣布你被免职了 将之为普通队员 立刻成效 对 你已经没有资格命令我们了 飞船规章第二十三条是什么 队长不在 由自立最深的人接管飞船 自立最深的人还是我 继续干活 人到齐了吗 团长大人 我早到了 三四郎 丽莉莎 快过来 怎么能让团长大人等呢 现在 我要任命 711小队的新队长 这个人虽然已经搞砸任务 但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果然还是我 这个人就是 三四郎 谢谢团长大人 我保证早日征服神奇星 暂时不需要 你先带领队员们 好好检讨一下 任务失败的原因 怎么这样啊 团长大人说的对 三四郎 你就好好检讨吧 波步队员 飞船规章第一条 第十五条 分别是什么 是 是永远保持干净 和不准在空中 吃吃零食 那你还等什么 三四郎队长 命令你把飞船打扫十遍 否则不准吃饭 三四郎 不准乱扔垃圾 对不起 三四郎 别忘了 你才是队长 对呀 我是队长 喜欢扔什么就扔什么 可是乱扔垃圾 不符合飞船规章啊 三四郎队长 我宣布 从现在起 飞船波步规章 废除 气死我了 必须让团长大人 回心转意 只要研制出超级药水 来征服神奇星 团长一定会重新 让我做队长的 波步 在哪儿 他要研制超级药水 你怎么知道 这写着呢 波步 你居然要研制超级药水 实在太 三四郎队长 你听我解释 实在太好了 只要成功了 团长大人 肯定会奖励我 我就是为了让团长大人 奖励你 才研制超级药水的 研制药水 就交给我和莉莉莎 你去做饭 不行 实验室里 全是微选品 操作不到 容易出事 三四郎队长 波步不相信你呀 我才是队长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千万要按图置操作呀 我才不需要这个 怎么开始呢 真难闻 加点香水吧 超级药水 不仅要好闻 还要好喝 最后还可以互服 还差什么呢 这么没有动静 他都出事了 人呢 谁在里边 不许斗武器 来玩呀 救你 好玩 好玩 你又是谁 给我站住 那里不能动啊 可恶 哪来的脑弹鬼 别想跑 我自由了 这是哪里呀 我记得被一个什么银行导游团抓来的 快看看怎么逃出去 这是什么 站住 这下你们走不了了 三四郎 莉莉莎 你 你们怎么变成小婴儿了 三四郎 莉莉莎 这 真的是你们吗 一定是超级药水的实验 让他们变成了这样 这就是乱做实验的酷果 别跑 再试试这个按钮 不对不对 只是这个 银河导游团来了 快躲起来 我想想 怎么让你们恢复 乖乖 你们在哪儿呀 在这儿呀 给我出来 抓不到 伯伯伯伯 有了 莉莉莎 你看这是什么呀 你最爱的香水 跟我斗 什么情况 四四郎 看这是什么 臭小子 敢跟我玩 又怎么了 不 终于安静了 两个小恶魔 把你们收进空间球里 捣蛋鬼 好可爱哟 算了 还是先收拾吧 我和团长看到就糟了 好啊 竟然让你们逃出来了 不好 你以后都回来了 混蛋 我们是银河盗猎团 新摇摇小队 给我回来 你俩还不来帮忙 等着被骂吗 你发什么脾气 都是你闯着我 差点又让你跑了 可恶 不许笑 GG用 又爆了 谢谢 谢谢 快看 有流星 不是眼花吧 大白天竟然看到流星 警告 警告 飞船失控 立刻起用人工操作 完蛋了 这次没救了 不行 不能放弃 你一直持住 我可以做好的 终于安全了 好像还有问题没有解决 我有种不行的预感 我不 对不起团长大人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没有下次了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711小队的队长了 这次他俩吵了话 队长应该是我了吧 我宣布 711小队下一任队长是 我做队长呀 我做队长呀 辣死我了 又失败了 我受不了了 继续下一轮实验 莉莉莉莉莎 你根本不是在研究新式武器 是神机偷懒 对啊 还要折磨我们 你们敢质疑队长 继续实验100次 不 不敢 莉莉莎队长 哼 你们懂什么 我研究的是美容药品新武器 接下来试试我的最新作品 花粉子弹 只要被这些子弹击中 里面的粉末散开 莉莉莎剔者 为什么不用神奇心的居民们做实验 对对 反正就是用来对付他们的嘛 好像有点道理啊 就这么办吧 谁找到这个破村子 莉莉莎队长 风全村风最大 用风能把药粉吹散整个村子 顺便还能降活给老虎 聪明 不愧是波布前队长 会不会说话 很好 他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为什么是我动手 要不你再去做几次实验 算了 还是我来最靠谱 先找个目标试试 怎么办 我还没做好准备 接下来 我为大家表演 他大舞 来吧 就挑你了 好痒啊 好痒啊 不 不 你是不是故意的 冤枉啊 好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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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痒啊 好痒啊 我再试试 这次保证没问题 站住 别跑 发生什么事了 你抓不到我 我 我没偷东西 好痒啊 好痒啊 不是吧 是他们帮了吗 真是好人啊 谢谢你们 波波波 你搞什么 我们怎么成了大好人了 嫁祸不成 还让老虎赚了便宜 我有办法搬回来 听我说 这间房子住着风车村的村长 村长是整个村子里最受尊敬的人 如果我们对他下手 那么大家就会相信我们 不 想起老虎是坏人了 没错 波波前队长 你真是太坏了 这葡萄长得真不错 就是摸起来有点扎手 还臭臭的 大快战老虎军团来了 难道他耳朵聋了 村长 听到了听到了 我耳朵又美聋 你们是来帮忙摘水果的吧 我们是来对付你的 哦 想吃葡萄啊 来 不用客气 说什么废话 你们是 我们就是坏身错尽 臭兵远扬的 村长 我们来帮忙摘水果了 村长 你没受伤吗 没事没事 我现在神清气爽 你们是阿贾 阿姨和阿炳吧 村长 你能认出我们了 也能听清我们说话了 嗯 太谢谢了 竟然治好了我的老花眼和大耳背 这是反老还童的药吗 我感觉年轻了十岁 我刚刚就加了点料 居然还有这奇效啊 队长 好像计划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不是刚刚在街上帮了大家的人吗 没错 真是大好人 太感谢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们的任务就是成为风车村的大英雄吗 团长 全都是波布的计划 团长大人 请听我解释 也算是个好方法 我命令你们利用英雄身份继续完成任务 否则 莉莉莎 你飞船上的美容仪器就留不住了 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我的美容宝贝 我命令你们 改造那台大风车 我要让花粉子弹遍布整个风车村 抓住这些居民 哼 莉莉莎队长 我发明了智能古风机 哦 它能做什么 只要你下的命令 它都能完成 你好 全宇宙最美丽最可爱的莉莉莎队长 古风机为你服务 不错不错 真会拍马屁 像波布前队长一样 智能古风机 展示一下你的功能吧 莉莉莎队长 您的花茶温度调试成功 可以喝了 完美 从今天起 你就代表波布成为711小队的一员吧 智能古风机 干点正经的行吗 把花粉子弹散步到整个风车村 虽然只是波布前队长的命令 我还是会执行的 太苦了 怎么回事 是电力不足了 那快充电呀 充不了 没有储备电力 什么 我的计划又要泡汤了 啊 不 绝对不可以 有了 飞船上不就有大量能源吗 不能私私动用飞船的能源 波布 我以队长的身份 命令你闭嘴 女杀队长 真的不能啊 三四郎 让飞船过来 解通能源 是 很好 我命令你 雷杰队长 快 菲仕 快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这个捕风机 保护好大家 有刀 干得好 远能捕风机 保护大家 远能捕风机 保护大家 远能捕风机 保护大家 是那个大机器人救了我们 远能捕风机 把乌鱼吹走 最大最大丰富 太厉害了 乌云被吹跑了 快看 是那三只老虎 他们用大机器人吹走了乌云 又是他们帮了我们 大英雄 大英雄 好像又做错了 赶紧把花粉子弹散出去 能量快用光了 我不管 只能捕风机 给我用力吹 最强风俗 为什么冲着我们来了 电灵好光 超空的 他们为了救我们 牺牲了自己 真的 太伟大了 一 任务又失败了 二 死字盗用能源 导致肥船受损 三 还让老虎成了大英雄 李莉莎 你身为队长 要负最大责任 不 求求你了 团长 你的队长职务被撤了 我的美容保卫可以留下 太好了 团长大人 您再考虑考虑我 新的队长 暂时继续由波布担任 波布前队长 恭喜你 请叫我波布队长 是我的 这里的村民真是太热情了 这是应该的 虎族大英雄可帮了我们大忙 最后还牺牲了自己 只留下了厉害的大风车 真是太伟大了 到底是哪几位大侠 是三位无名英雄 偶像 我也要成为这样的大侠 这就是小猫村了 好热闹啊 银河盗猎团真的会来这里吗 你看 当年外星人进攻神奇香时 有一位熊猫大仙 用他研制的神药救了很多居民 虽然熊猫大仙失踪了 但是神药很可能留在了熊猫村 据我推断 银河盗猎团一定会来找神药 熊猫族群有危险 那得赶紧提醒他们 可这哪有熊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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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 啊 欢迎你们啊 朋友 要照相吗 要购物吗 要导游吗 啊 我是熊猫村金牌羊导游 保你满意 我们不是游客 我是侦探卡卡 我们有重要任务 没错 就关外星人和熊猫大仙的神药 啊 那你们更得去熊猫大仙的云顶仙宫了 仙宫一日游 今天八折哦 不 这个不需要 你能找到熊猫族群吗 能能能 有熊猫诊所一日游 诊所的萌萌医生 医术高明 我带你们去的 不用麻烦了 我们自己去吧 还有很多好玩的呢 我一定要挂猫猫医生的号 我也是 不好意思啊 猫猫医生的号都挂满了 我们不是来看病的 我是侦探卡卡 有重要的消息来告诉你们 熊猫图群有危险 外星人这往这来 要抢走熊猫大仙的神药 看来是得了幻想症了 这类患者通常都说自己没病 我们是没病啊 他们还会说 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说的也是真的 病得不听 怎么才相信啊 没错 我们有病 卡卡 你干什么 现在没法说服他们 先想办法 见到那个萌萌医生 哎呦 赶紧让萌萌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吧 他出诊还没回来呢 我先看看吧 食疗是最好的治疗 这是我特制的酸甜苦辣竹子糕 能让人精神百倍 试试吧 好辣啊 好辣呀 好辣 真过瘾 是不是觉得精神多了 嗯 我还想吃 我不要了 这个更有效 相信我 好苦啊 感觉怎么样 更难受了 看来 要再去采点新草药 你去吧 我照顾他们 要不要试试我的运动疗法 吃完了 试试好 活动活动 走吧 这就是我设计的运动治疗训练场了 这是弹力吊环 锻炼臂力和协调性 这是超重沙包 训练力量和爆发力 这是智能跑步机 能自动调速 还能训练反应能力 真有趣 我试试 太慢了 小快点 五倍数 七倍数 十倍数 哇 新记录 二十八秒就完成了 真厉害 那当然 我可是舞者 到你了 我感觉好多了 不用了 如果你没事 就不用剪萌萌了吧 别 我还是试试吧 等等 还是十倍速度 哇 哇 快醒醒 太好了 你醒了 谢谢 你是萌萌医生吗 是啊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哦 事情就是这样 一定要小心迎合盗猎团 我相信你们 可是 该怎么防备外星人呢 啊 啊 啊 我找到新草药了 你们看 啊 那是盗猎团的飞船 帅帅 小心后面 快跑 什么 快离开那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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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疼啊 啊 怎么没信号了 摔坏了 啊 啊 啊 终于找到了 熊猫一族 哦 哦 嗯 哦 哦 哦 又胖又笨的 抓他太容易了 嗯 千万不能小看 他其实身手灵活 狡猾都逼 快哦 啊 不是吧 他很憨厚啊 很可爱呀 一点都不像你说的 那是他的伪装 假象 嗯 反正 待会儿我们从后面突袭 绝对不能让他发泄 是 啊 哦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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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不识教 我饿还不行啊 嗯 嗯 来啦 嗯 嗯 哎呀 哎呀 哎哼 哎哼 没想到这儿有田花菜 我就不信打不住 嗯 啊 啊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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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哼哼 啊哼哼一定很香 哼 看你往哪儿躲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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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你说的对 熊猫真的是很可怕的生物 有门有热 我要先去补妆了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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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哎哼 哎哼 我脚崴了 我给你涂点膏药吧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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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这个给你吃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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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哎哼 队长 给我留点 不用抢 我可以给你们做饭 来个香菇汤 甜菜饼 果子糕 听起来好好吃啊 哎哼 帅帅 这里就是帅帅 最后通话的地方了 帅帅很可能 被银河盗猎团抓走了 看 那边有烟 啊 哎哼 要一样均衡身体才会好 我可是医生 哦 你知道熊猫大仙吗 哦 熊猫大仙 嗯 哎 帅帅 我们来救你了 哦 这是 野餐 啊 大家都来了 一起吃吧 帅帅快跑 他们是外星人来抓你的 啊 有我们银河盗猎团711小队在 谁也没想带走他 他做菜好好吃 他必须留下来给我当私人厨师 你俩去赶走他们 不要 我还要吃 你是队长你去 那猜拳 谁输了谁去 啊 给我留点 你不过 趁现在把刷刷救出了 你还没把他们赶走啊 再来猜拳 剪刀石头布 你 为什么又是我 赶快去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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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 啊 啊 又是几个泡泡 怎么办 啊 最后一块果子糕快被吃掉了 你们太过分了 哎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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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没人来抢了 都是我的 哎 哎 我的果子糕天菜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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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啊 这儿还有帅帅做的点仙 可好吃咯 哎 我要吃 我要吃 哎 快走 哎 哎 哎 好辣呀 哎 好苦啊 哎 好酸啊 啊 试试 没受伤吧 哼 我没事 谢谢大家救了我 这是我做的点心 尽管吃饭 嗯 真好吃 真不错 真不错 嗯 可可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 听说你很喜欢 太谢谢你了 帅帅 哎 哎 哎 走了 主持人 不要 哈哈 你们这次的任务是前往圣山寻找神药 行动要快 只是找神药这么简单的事 我们肯定办得又快又好 没错 就算队长再怎么傻也不可能失败的 那是你低估了他傻的程度 嘿嘿嘿 团长大人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找到神药后再把村里所有熊猫抓回来 是 赶紧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这回得多带点好吃的 哼 要好好防晒 我们是去执行任务的不是去理员 哎 我只是伪装 出发 传说神药就在山上的云顶仙宫 嗯 希望银河盗猎团还没找到呢 嘿 放心吧 有我在 绝不会让他们得逞 哇 真美啊 我猜熊猫大仙住的地方肯定是 云雾飘飘 金碧辉煌的仙宫 不可能 据我分析 熊猫大仙是研究神药的 肯定是 仙禁的实验室 不对 既然叫仙宫 肯定是宫殿 这不科学 嗯 其实 啊 呃 这就是云顶仙宫 就是这么破旧 所以没什么人来 云顶仙宫这名字 是为了吸引游客吗 好像是养岛游取的 啊 那你们更得去熊猫大仙的云顶仙宫了 仙宫一日游 今天八折哦 那熊猫大仙宫住过这儿 不会也是下边的吧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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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头找吧 大胆 是谁闯入我的云顶仙宫 什么 难道是熊猫大仙 好痛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呢 请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熊猫大仙的弟子 负责看管神药 怎么证明这是神药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这不就是变息法吗 真是奇特 熊猫大仙说过 谁能通过考验 就把神药传给谁 我们愿意进入考验 要完成三关 第一关 我想吃熊猫寸最好的点心 这算什么考验 只有拿出熊猫村最好的点心 才能证明你们诚心求要嘛 这容易 帅帅做的点心天下无敌 请您尝尝 好吃 真好吃 那我们是不是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通过通过 至于第二关嘛 就表演个节目吧 这也算是考验 当然了 是考验身体素质 就跳踢踏舞吧 你俩也得跳 快快快 这也太丢人了 再快点 再快点 太累了 下水 没事吧 怎么停下来了 继续跳 他累坏了 歇一会儿吧 这个熊猫有问题 这还有帅帅做的勾点 大家吃吧 这不再是 好香啊 这个一定很好吃 都紧掉了 是我的了 好了 好了 机会来了 抓住他 好了 好了 原来是你 糟糕 穿帮了 哼 何人是你们搞的鬼 可恶的银河盗猎团 糟了 你的同伙 是去凑神药了吗 猜对了 可惜晚了 叫到了 熊猫大心的灯防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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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布和莉莉莎在哪 哼 哼 就不告诉你 来追我啊 可恶 竟然被他跑了 他们肯定找到线索了 据我分析 线索还是在这 所以三四郎 在这拖着我们 找到了 你们看 柜子有移动过的痕剑 推开它 原来 他们果然在里面 嗯 推进去 我们也行 对付银河盗猎团很危险的 这里也需要接印 帅帅酷酷留下 好吧 出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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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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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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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青 你還好吧 糟了 划刀斷了 飛過去 流星鎖 拉住我 流星鎖 好痛喔 總算到了 也太刺激了吧 這是 什麼地方 是傳說中 熊貓大仙煉蛋的單房 莉莉莎 快找誰要啊 找了找了 沒有 沒有 你們休想偷走神藥 又是你們搗亂 嚐嚐我的暴力黏蛋 小心 莉莉莎 找到神藥趕緊撤 聽說神藥能讓人返老還通 青春長住 青春長住 青春長住是真的嗎 聽說是 早說嘛 交給我了 大壞蛋 我要你們好看 我被黏住了 我來救你 我來救你 青青 小心腳下 你們慢慢玩 什麼叫歸我啦 這個 不是 這個 也不是 青青青藥墳 哈哈哈哈 小狗停不下來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怎麼全都不是啊 哈哈哈哈 好癢啊 癢癢癢癢 啊 啊 啊 這是最後幾個了 sermon 你看看 哪個是 啊 啊 就认死我了 什么味道 好臭啊 那个 是什么 快跑 熊猫大蟹留下的药被他们全毁了 得赶紧扶起他们 什么声音 萌萌他们不会出事了吧 太出了 太可怕了 又快又可怕 到底是什么 怪物啊 快跑 英雾危险 这是什么眼 酷酷你怎么了 熊猫宝宝 好可爱 不对 帅帅酷酷怎么变成宝宝了 酷酷帅帅 是你们吗 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们了 难道是因为刚才那些烟雾 可我们为什么没事呢 有古怪 不好了 烟雾往熊猫村飘去了 不好 看这里的人吸入了烟雾 会不会也变成熊猫宝宝 我们赶紧回熊猫村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 烟雾身熊猫是特色项目吗 什么熊猫 太神奇了 现在执行团长大人第二个任务 抓熊猫 开展又补计划 博布 你身上怎么这么重啊 队长 不用幽补了 满大街都是啊 太可爱了 怎么这么多 软绵绵 好了好了 可爱就都炸回去 三次狼 必须上 不会吧 你们也变成小熊猫了 救命啊 我们来晚了 不能过去 危险 没想办法让它们变回原样吧 首先得查清楚原因 救命啊 是波布 还有熊猫宝宝 快点去救它们 便宜不及个坏蛋浪 哭哭 帅帅不见了 三四郎 是你吗 丽丽莎 是你吗 看来三四郎和丽丽莎 也变成了熊猫宝宝 算他还有良心 没有了你们 我还怎么做队长啊 好像只有我们三个和他没有变身 天哪 据我分析 我们和这些小熊猫唯一的区别 就是我们身上的臭味 臭味 我们没有变身 可能是因为那瓶臭臭的药 那也许就是解药 解药在哪 你想怎么样 我现在只想找回三四郎丽莎 那我们合作吧 猛猫 熊猫宝宝实在太多了 在找到解药之前 必须多些人保护它们 我去熊猫诊所研究解药 熊猫宝宝就拜托你们了 保持联系 看在三四郎和丽丽莎的份上 勉強帮帮你们吧 危险 你放上来干什么 是你撞的我 都闪开 爱输爱药 祝你们合作愉快 小四郎 丽丽莎 是你们吧 可怕的熊猫 卡卡 听到了吗 萌萌 分析结果如何 烟雾里含有一种熊猫基因病毒 那臭味药又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分析 臭味来自于一种会发臭的竹子 它能杀死病毒 没错 必须尽快找到竹子 才能做解药 救救了 先找到臭味竹子再说 熊猫村这么多竹子 怎么找啊 据我推断 这竹子既然这么臭 那说明熊猫应该不喜欢吃 所以 那臭竹子一定在他们不喜欢吃的地方 没错 别废话了 这里交给我们 你快去找那臭竹子 别乱跑快回来 三四郎 莉莉莎 卡卡 你可要快点回来 味道是从这儿传来的 这么高啊 不过难不倒我的 我可以飞 不是吧 电都用光了 只能爬过去了 不怕 我可以的 卡卡 情况危急 烟雾开始扩散了 找到竹子了吗 找 找到了 不过 有点麻烦 不会这么倒霉吧 卡卡 怎么了 不 卡卡卡 卡卡 卡卡 你没事吧 卡卡 我 我没事 啊 成为竹子 拿到了 太棒了 你肯定是三四郎 他最喜欢吃零食了 怎么都这么能吃啊 喜欢抽签 一定是莉莉莎 到底是哪一个呀 我要翻退了 姐姐 卡卡 萌萌 解药做出来了吗 只要吸一下这个药粉 就能恢复了 我试试 发生什么了 我们不是在山上吗 赶快找到三四郎和莉莉莎 三四郎 莉莉莎 你们在哪里 你 你 啊 不好 烟雾要扩散 要赶紧把解药撒到整个村 可惜我的背包还不能飞 我来吧 我用喷射背包飞到天上 把药粉撒出去 凭什么相信你 那就拜托你了 啊 怎么能相信那个盗猎团大坏蛋 凭我侦探的直觉告诉我 为了救他的同伴 波步不会乱来的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哎呀 放开我 这身上好臭啊 你 队长一定是看到这么多熊猫宝宝太激动了 队长 我抓住它了 快松手 我怎么坐在这里 什么情况 快撬吧 这是我和村民们的礼物 谢谢你们的帮忙 大家太热情了 这次作非了你们 我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这是我做的糕点 拿着路上吃吧 啊 该不会是我最喜欢的辣糕吧 答对了 哦 哦 哦 熊猫村行动差点就抓住那些熊猫了 就连那两只小老虎也差一点点抓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点 差多少天都没用 团长大人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你上次 圣上次 圣上上次 也是这么说的 这次不一样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秘密 这只老虎有点眼熟啊 团长大人真有眼光 听说它是老虎镇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大力士 外号 虎中之霸 我想起来 当年就是它破坏了我们的老虎镇进攻计划 本来我们已经夺取了老虎镇 没想到它突然出现 告诉我们损失惨重 团长大人 只要抓住它 就能知道老虎力大无穷的秘密了 然后研究出利可的武器 征服老虎族群 听起来不错 狭猎团711小队听令 立刻出发老虎镇 是 711那几个坏蛋躲到哪儿去了 机械 你今夜看到他们进入老虎镇了吗 绝对没错 卡卡 这里你熟悉 快去问问吧 不要 我要想其他的办法吧 哇 好高大呀 老虎镇的居民都很健壮 好厉害 大家都力大无穷 跟卡卡你一点都不像 卡卡 不要再躲了 你到底在躲什么呀 出来 卡卡 卡卡 不用 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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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大赌会好玩吗 你好像又瘦了 卡卡 记得要多吃点 才能像我这么强壮啊 谢谢金械爷爷 太多了 卡卡 小心 宝贝 你回来了 好想你呀 木木 卡卡 这就是你家呀 这些都是你发明的 我们家卡卡 从小就喜欢鼓的这些小东西 每次卡卡做事业失败 都要大哭一场 原来你是个爱哭鬼 才不是呢 卡卡从小就不太一样 所以啊 我才把它送到大都会学习 起来是这样 超市大优惠时间到了 我去买菜了 妈妈别出去 外星人来了 会抓走居民的 宝贝儿子 你还相信那本冒险笔记呀 阿姨 是真的 有三个外星人 有外星人也不怕 我可是大力士呢 妈妈厉害吧 可是 快快回来 不是这个 那个也不是 怎样才能找出虎中之霸呀 找到了 找到粉丝的健身袋了 找到我爱吃的零食了 哎呀 找到了 警告你们 别再找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是虎中之霸 你说那个买菜的大妈 虽然是白色没错 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 先抓住它再说吧 不能用空间球 这里四处都是老虎 很容易被发现的 那怎么办 把他引到那个小巷子里 靠主意 你们是谁呀 我 我 今天和马超市打折 邀请您去呢 有这个超市吗 是新开的 前场打五折 好啊 在哪儿 穿过这条小巷就到了 跟我来吧 这把枪真特别 我也买一把给儿子 别 别开玩笑 不就是个玩具吗 还给你们 你们难道是 外星人 没错 我们就是 银河盗猎团 起 小恨 妈妈这么晚都还没回家 直接告诉我 不对劲 别急 阿姨也许还在超市呢 是妈妈的菜篮子 这里有很多脚印 这是妈妈的脚印 这几个好像是711小队的 妈妈的脚印消失了 是银河盗猎团 把妈妈抓走了 银河盗猎团 我要你们好看 快放我出去 纹路不一样 警告你们 老虎一族可不是好惹的 别动 虎牙好像也有点不一样 你再做一下这个姿势 照片上是你吗 怎么可能 我是白老虎 这只是黄老虎 什么 就分明是白老虎 这分明是一张 褪了色的老照片 这是在老虎镇学校 这棵小树 现在已经是大树了 所以这张照片 至少有几十年了 快把我放了 好 好吧 住手 白老虎这么特别 正好带回去做岩胶 凶想 在我们伟大的银河盗猎团面前 大力士就是小猫一只 三四郎 新武器 各位观众 请看 弄错了 找到了 这叫软绵绵子弹 会让你瞬间全身无力 可惜只能维持十分钟 一锤 非让你瞬间 你们真的好幼稚啊 有了 三四郎 快拦住他 是三四郎 妈妈妈 卡卡 快跑 阿姨 妈妈 你怎么了 我中了 我中了他们的软绵绵子弹 你们快走 太迟了 卧布 你敢抓我妈妈 我饶不了你 原来是你妈妈呀 正好一起抓 齐齐 快带我妈妈走 小心 不准伤害我妈妈 卡卡 妈妈不用怕 看我们的 看你有多厉害 一切收力 还给你们 好久 得带 看我的 我讨厌 无弹 什么都看不就了 干得好 再让他们尝尝 软绵绵子弹 小心那些子弹 乖乖投降吧 提借 这个烟雾弹放得妙呀 卡卡 小心 小心 看来 看来今天只能先撤了 看来 软绵绵子弹 效力过了 卡卡 这次全看你了 我们爱哭的小卡卡 长大了 可以保护妈妈了 读书了 我不爱哭 妈妈 你要干嘛 我要把你的这些东西 拿给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 我儿子是个小英雄 到时候 我就是英雄的妈妈 去超市一定会对我打五折 不 三折 难道他们正在找这只老虎 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 可不能让他们得逞 走这边 卡卡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虽然不知道这老虎是谁 不过 照片是在老虎镇学校拍的 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太好了 我们快去 使点劲 快使点劲 还得加强训练 快 给我跑起来 是卡卡呀 今天有没有多吃一点 这个 对了 奇历爷爷 你有没有见过 哎呀 想当初 整个老虎镇 只有我才能 举起机械爪子呢 奇历爷爷 为什么提起机械爪子 我问的是照片上的 卡卡 你要多吃饭 才能像爷爷这么厉害 哈哈 哈哈 算了 我们还是先去学校吧 照片就是这里 没错 这就是你以前的学校啊 有人来了 先躲起来 卡卡 你又在躲什么 在学校 不要叫我的名字 真的是你啊 卡卡 哇 怎么还是这么瘦弱 真给我把老虎一足丢脸 啊 啊 啊 卡卡 还挺灵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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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不到 摘不到 你比卡卡厉害多了 啊 卡卡也很厉害 哈哈 真好笑 她的力气 全校到输第一 不是只有力气大才算厉害 你根本不了解卡卡 啊 啊 不要吵牢 奇奇 我们抓紧时间 嗯 啊 啊 啊 还给我 哎 这不就是 你认识招片上的老虎 当然 快告诉我 你很想知道 跟我比试啊 赢了我 就告诉你 你 好 一言为定 比什么 当然 是我们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那个呀 真是意外惊喜呀 抓住那只胖老虎 问出虎虫之霸是谁 嗯 还记得规则吧 谁最快把轮胎送到终点 谁就赢 不过这个游戏 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 哈哈 废话真多 还比不比 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大力士 这么大力气 卡卡 你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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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气 根本没法跟他比 你难道想认输 当然不是 我可是天才大侦探 会动脑子的呀 还敢跟我比 现在时机刚刚好 行动 尝尝软绵绵子弹的滋味吧 哎呀 啊 啊 奇怪 奇怪 刚刚好像撞到什么了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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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小聪明也没用 还是追不上我 嗯 嗯 嗯 哎 嗯 嗯 嘶 嘶 嘶 卡卡挨得那么近 根本没机会对那只胖老虎下手 想办法挡住卡卡 三四郎 哼 为什么又是我 怎么能绕开这些障碍物呢 让我想想 我有个大胆的设想 直到计算好角度 走这条路线 就能避开其他所有障碍物 嘿嘿 可恶的小老虎 我从旁边偷袭 想不到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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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故意撞障碍物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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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卡卡 好用的 加油 快到终点啦 我的衣服 我的头发 全都放了 扑克原谅 波比 危险 波比 危险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为了平衡星际资源的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博布 莉莉莎 三四蓝 银河道列馆 齐夭夭小队 嘿嘿 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齐夭夭小队 正想找你们算账吧 波比 它们是万兴人 快跑 我管你什么万兴人 尝尝我的厉害 波布 它们转得太快 我敲打不准啊 哎呀 啊 哎呀 有 Só ca 我怎么没有力气了 不好 波比中了软绵绵子弹 有了它就能找到虎中之霸了 卡卡 谢谢你们帮忙啊 高级的太早了 不好 好 给我抢回来 太闻了 不要过来 现在三对二乖乖认输吧 那如果三对三呢 你 你想干什么 波比 出来了 卡卡 你这是干什么 原来你早就想到了这招 才故意跳上悄悄板的 你没事了吧 力气已经恢复了 比赛还没结束呢 继续吧 刚刚你明明可以赢 为什么跑来救我 这还用问吗 换车是你也会救我吧 其实最后还是你救的自己 什么意思 要不是你比所有人都要正 怎么能把外星人弹飞到天上呢 你们笑话我 我们是夸你强壮 算了 强壮也没用 全靠你的鬼主意多 我们才能打败外星人 你终于承认卡卡厉害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卡卡也不错 只是比我差一点点而已 我一直说你瘦小 你很生气吧 我从来没有生气 那你为什么总是躲着老虎阵的人 躲着波比 从小大家都说 力气大才是最好的 而我以为大家都不喜欢我 我们只是 只是 后来我和琪琪冒险 遇到困难时 我才知道 大家希望我强壮 是为我好 我真的没有生你的气 只是怕你不停地强迫我 吃东西和锻炼 好吧 现在想不想知道 照片上的人是谁 苦中之霸到底是谁 齐瑶瑶小队 为什么要找他 我带你们去他家就知道了 左边安全 右边安全 好 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等待命令 你们想跑到哪里去 任务又失败了 我就知道 再给你们一个新线索 那张旧照片 通过系统处理 已经模拟出了 虎中之霸老了之后的样子 竟然是他 这个武器会帮到你们 这意思 必须把虎中之霸抓回来 是 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奇力爷爷 没错 虎中之霸就是我的爷爷 脾气古怪的奇力爷爷 谁脾气古怪了 波比 怎么没去锻炼神体 又偷懒 是卡卡他们又找你 秦力爷爷 虎中之霸真的是你啊 上次我不是说了吗 能举系机械找的只有我呀 原来您是这个意思 看来你们真是我的忠实粉丝呢 是要合照吗 不是的 我们 想问我怎么锻炼 好吧 扭到腰了 爷爷 你要注意救伤复发 不能再乱动了 奇力爷爷 我们来是想问你 为什么银河道理团要抓你 银河道理团 他们竟然还敢回来 当年那场外星人大战 是我破坏了他们的飞船 爷爷 你追牛吧 老虎大街那个巨型机械找 就是证据 那可是我从外星人飞船上 打下来的 太厉害了 当然 我虎中之霸的名号 可不是吹牛的 奇力爷爷 镇上来了个神秘大力士 要挑战虎中之霸 举起那个巨型机械找 什么 是谁胆子这么大 奇力爷爷 等等我们 虎中之霸还不出来 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大力士 谁要挑战我 你就是当年的虎中之霸 现在还是 没错 他确实就是虎中之霸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把他给引出来了 按计划行动 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举起这个巨型机械找的 吹牛谁不会 奇奇 这个大力士好像在哪儿见过 嗯 他的双手 双脚 还有体型 很像是 那家伙很可疑 三四楼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起来 力气还真挺大呀 还有更厉害的呢 听完指挥 向前 抓 错了 错了 怎么操作的 有问题 替我推断 波布和莉莉莎也在附近 我把他们找出来 刚刚不算啊 再来一次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错了 错了 往左边 那只机械找 才能往左 你没听到三四郎的口令吗 是右边一点 把遥控器给我 我来控制 不 应该往右 是右边 找到了 是时候让你们现身了 这 这是什么 他们就是想要抓我和奇力爷爷的外星人 果然是外星人盗猎团 竟然还敢来神奇星 不要让他们跑了 既然暴露了 那就直接抓吧 他们的目标是奇力爷爷 有我们在 谁也度不了奇力爷爷 太棒了 不愧是超级大力师 好机会 莫比 快把那个遥控器抢过来 要抓我 没那么容易 现在 该轮到你们场上巨型机械找了 不要啊 我不在这 我来救你 这些老虎们好可怕 要不我们先撤吧 我同意 不用撤 我们还有B计划 什么B计划 出来吧 只等古风机二号 是什么声音 它不是风车村的台 只能古风机吗 这是升级吧 更厉害 请叫我古风机二号 不愧是队长 现在没交了吗 抓住胡冲之马 软粘粘子弹 发射 不过去的爷爷 不好 子弹太多了 我的脸 我家的卡卡号 可是防弹的 妈妈 你来了 妈妈 这辆车哪里来的 好厉害 这是你爸爸亲自给你设计定制的卡卡号啊 软绵绵子弹又不上 怎么办 我管的是卡卡号还是奇奇号 古风机二号 把他们全部吹跑 遵命 我是比一号机更厉害的二号机 废话少说 最强风力 不好 大家快躲到卡卡号后面 好强的风 卡卡号快抵挡不住了 慌什么 我虎中之霸还没出手呢 队长 他居然能挡住这么强的锋利 不愧是团长要抓到虎中之霸 果然厉害 快快快 加强锋利 加强锋利 干得好 锋利再大点 你干什么 电力高级 请先接通能源 这么快没电 还不如一号机 都怪你设计的不好 这倒厉害了吧 从前我能把外星人赶跑 现在也能 又扭到腰了 吉利严严 敢弄到我的脸 不可原谅 好可怕 可怕 谁也别脚 卡卡快躲开 借他的风把波波吹上来 交给我吧 波波队长先走 我们来拦住他 那就先解决你们俩 就迟到你们会躲 你不要过来啊 灵笔上三四王 实际刚刚好 迷雷爷爷你还好吧 我没事 即将有事的是他们 不要啊 不要啊 让你们见识一下 苦中之霸的真正实力 好强的力量 这次全靠卡卡我才得救 波比你什么时候能聪明一点 向卡卡学习多读点书吧 不 卡卡你过来 从今天开始 这代卡卡号就交给你了 真的吗 爸爸还在外地忙着考古研究 这是他让妈妈转交给你的礼物 我太高兴了 妈妈 谢谢你们 有了卡卡号 我们就能去更多地方了 我们出发了 出发 各位 再见 再见 波步 苦中之霸的 这武失败了 都怪三四郎 没错 都怪三四郎 为什么又是我的错 这里就是海龟沙滩 海龟妈妈 不用沙子把蛋埋起来 我也来试试 看来小偷还没找到这儿 我们先把海龟蛋收起来 保护好吧 小偷 你才是小偷呢 别向我说话 我要发火了 据我分析 他们不像是小偷 据我分析 他们也不像是小偷 他们肯定是小偷 我们是海猴纵队 负责海湾片区的安全 这是海边咖啡店店主比利 送给我们的锦旗 这个比利怎么老是被救啊 比利是退役的救援队队员 但他不服老 总是冲去救人 结果就这样了 看来是闹误会了 我叫卡卡 他叫琪琪 我们也是帮助店主比利 过来保护海龟蛋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路过海间咖啡店 老板 来一杯咖啡 桌面上有打豆的痕迹 有听过 果然不是我所料 快醒醒 发生什么事了 国家比利 是这里的店主 快说 海龟沙滩在哪儿 你们想干嘛 我绝不会告诉你 我们要偷海龟蛋 你们休想 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要去保护海龟蛋 我是侦探卡卡 我是舞者琪琪 这件事都在我们身上 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才是小葱 你们才是小葱 冷静点 他们不是坏人 那两只老虎和三只猴子 怎么吵起来了 一群笨蛋 要偷海龟的是我呢 波波队长 你做到广播器的开关了 刚才的话他们都听见了 又是你们 银河盗猎团 你们偷海龟蛋 想干什么怪事 我会乖乖走住他们 收集海龟蛋 是为了研究长生药物吧 波波队长 你的肚子又安在广播器官上了 我们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尝尝我的新发明 龙卷风生成器 海龟蛋都被抖走 海虎总队 出击 火箭枭 变形 你们去把海龟蛋追回来 我来抢救 龙卷风会自动把海龟蛋卷到中心 然后收好 太神奇了 他不是出来出去了 出来是磨碟 好想去帮他们呀 我来帮忙 不负老不行了 我有办法帮助他们 海虎同队 我来帮忙了 把接触的海龟蛋先给我 我送给抢救 你们继续 好 这个没有损坏 这个也没有 这是最后一个了 大家别放松警惕 海龟蛋是保住了 可龙卷风还很危险 不能让它伤害海边的居民 可怎么对付龙卷风啊 我有办法 龙卷风会往气压梯的地方移动 我和卡卡在岸边快速移动 就能制造低气压 让龙卷风慢慢转移 久久 你去山崖那里挖一个山谷 我们把龙卷风引到山谷里面 就可以把它困住 成功了 原来是这里有问题 龙卷风那儿去了 被他们困在山谷里 消失了 气死我了 幸好我带了两个龙卷风生成器 我现在就把它调成超级模式 超大龙卷风来了 超大龙卷风威力分两倍 忍输吧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收集海归弹吗 你懂什么 先把他们打趴下 再收集海归弹 抓住了 幸亏海归弹被收起来了 海归妈妈每年都会回到海归沙滩产卵 绝不能让龙卷风毁掉沙滩 孩子们先躲起来照顾好自己 比利大叔 你不用担心我吧 我可是无者 我们可是海猴纵队 我可是真的 大家别急 这是我的高精度侦察无人机 能全方位探测超大龙卷风 很快就可以 果然好快呀 风这么大 你的无人机飞不过去啊 卡卡 我们一起开船出去 去到接近龙卷风的位置 再放出无人机 嗯 是个好主意 这样无人机更接近龙卷风中心 收集分析的数据就更准确 你开着气垫船跟着我的火箭枪 我来给你破风开路 好 这里应该可以了 这次没被卷进去 看来能成功 想不到吧 我的龙卷风是智能的 风力加强 可不怎么变大了 卡卡 机械壁 太危险了 我们回去吧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并排站在一起 站 站在一起 不那么容易被风全散 那你们笑什么 生活那么美好 我还唱歌呢 啦啦啦啦啦 我的科考号 超大龙卷风超级无敌 还可以更快更强 现在它转得太快了 它感觉我们的飞船都跟着转了呀 你说的没错 我们飞机人进去了 超大龙卷风还有五分钟 就要到达海龟沙滩了 能不能再把龙卷风引到山谷里去 不行 这个龙卷风太大了 可能会把岩石都卷起来 那师父 这更麻烦了 怎么办呢 大家先别着急 先喝杯咖啡 一定能想到办法了 我有个办法 看好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制造反方向的旋转 来抵消超大龙卷风的威力 没错 可是 怎么制造出那么快速的旋转呢 据我估算 把三个火箭雪橇 和气点船拼在一起 就有足够强大的推动力了 我们用火箭橇的飞行板 放出来当绳子固定 好 还差一点点 没事 还有我 留心锁 这是我们的超级火箭锹 我们驾驶超级火箭锹 绕着超大龙卷风反方向转 肯定能成功的 加油啊 神灿卡卡 舞者奇迹 海猴纵队 我 可是 天才大侦探 我 可是 公父女侠 我们可是 海猴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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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海猴冻坠的基地 厉害吧 卡卡浩终于修好了 好快啊 我香蕉都没吃完呢 你这香蕉三天都吃不完吧 卡卡浩在哪 在这里 我把盗猎团的空间球 改造成可以收放卡卡浩了 太好了 这样卡卡浩就能随身带着了 我也要一个空间球 用来装香蕉吗 用来装香蕉树 这样就永远有香蕉吃了 接下来去哪 这附近有一个欢乐城 很好玩的样子 我是说 据我推断 盗猎团很有可能去了欢乐城 海上又轮船出交 我们要马上行动 我们也去帮忙 我们可以处理 你们去追刀猎团要紧 好 我们分头行动 对了 我升级了卡卡浩 以后也可以在水上用了 哇哦 太酷了 以后我要开卡卡浩 跟你出海 等我 出发 再见 哇哦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欢乐城 哇哦 太多好玩的了 先玩哪个好呢 我什么玩儿 咱们是来阻止盗猎团搞破坏的 我觉得应该先找到这里的市长 提醒他做好防备 那真是太巧了 市长就在那边 市长 请问欢乐城在开发什么新的娱乐项目啊 我们在策划一个大节目 但具体是什么 我先留点神秘感 请大家保持关注 每次说外星人来了都没人相信 不如这次我们换一个说法 试试看 市长 我们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市长先生您好 我们在找几个调皮的外星人 他们喜欢捣蛋 希望您能帮忙找到他们 万一破坏了欢乐城的花花草草 就不好了 这样啊 那我安排一下 市长真的相信了耶 大新闻 这两只老虎说有外星人来这儿捣蛋 你们快去采访一下 来到了 来到了 他们在那儿 在那儿 太过分了 那个市长不相信就算了 还让记者来拍我们 就知道事情没这么顺利 不知道盗猎团 盗猎团 盗猎团 在哪儿 没有 我鼻子咬而已 拍到了 拍到了 快看 那只小老虎打不上去 队长你看 那两只小老虎也来到欢乐城了 可恶 又是他们赶紧行动 不能换了团长大人的计划 别拉着我 他们这样取消别人是不对的 我要找他们说清楚 我觉得还是赶紧找到银河斗猎团 阻止他们干坏事 灯塔C地边 快过去 这是银河斗猎团 追 看 那两只老虎在这里 老虎在这儿 这里的精明怎么这么无聊啊 老虎 我们在这儿 他们在那儿 别跑呀 我们没影吗 别拍了 我们今天是外星人 对呀 你们要抓的外星人就在对面 别挡着我们 外星人 我实在是忍不住呢 快看 那边有只猪在天上飞 是 跟哪儿 他们终于走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 我叫卡卡 她叫琪琪 我叫莱莱 是一个小丑 小丑是做什么的 小丑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角色 太好玩了 这里的居民一定很喜欢你吧 这是以前的事 新的娱乐游戏越来越多 大家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 早就不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开心了 简简单单的开心 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那市长也不管吗 市长就是希望大家这样 那个灯塔和大舞台 其实是欢乐城的发电系统 它能把大家对娱乐项目的关注转化成电能 为欢乐城供电 我们都叫它注意力发电机 这个系统好厉害呀 所以市长希望大家不停地关注新玩意儿 欢乐城就永远不会停电了 等一下 刚才盗猎团他们好像输过 灯塔在那边 快过去 我知道了 他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出一里发电机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电机有危险 为什么要不要 一定是盗猎团在搞破坏 快去阻止他们 这东西可真弄啊 盗猎团在那里 不好 他们想破坏用来储存能量的电池组 后走其中一个 注意力发电机 就没法给欢乐城供电了 站住 嘿嘿嘿嘿嘿 你觉得我会站住吗 哎呀 笨的 你们还真站住啊 前面就是墙了 不站住不行啊 我听到了 在那边 太暗了 看不清了 我可以帮你们 来了 你 有件事我还没跟你们说 其实我是苏博士制造的机器人 我看到了你的背包和机械手臂 就知道你们一定是苏博士的朋友 难道这个注意力发电系统 也是苏博士的发明 是的 苏博士把我设计成 注意力发电系统的备用电池 一旦注意力发电系统出了状况 我还能为欢乐城 供应一段时间的应急电量 一段时间是多长 你的能量耗光会怎样 一般来说我能支撑一天 可是现在欢乐城的游戏机 和其他娱乐设施 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只怕维持不了多久 如果能量耗光 你就不能变回机器人了 对吗 我们还有时间 先做点 莱莱你放心 我们一定把电池夺回来 我相信你们 快 海下最后一段落就到飞船了 胜利就在眼前 眼前 只有一片黑呀 你们 到底有没有争三啊 再过三个路口就到飞船了 加快 趁身子还有灯 怎么又黑了 别慌 我记得方向 跟我走 一个快到了吧 那个 还有五个路口 怎么是走远了 三四了 队长别激动 趁现在有灯 加把劲 把电池缓回来 咱们为什么不用夜深镜 三四狼 你这个笨蛋 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哈哈哈哈 这下肯定一清二楚了 我的夜深镜 你们到底带还是不带呀 烦死了 眼睛看不到 用耳朵听声音也能找到他们 在那里 三四狼 你戳住他们 我们把电池运走 不行啊 队长 你敢为可命令 我是说 你往那边走不行啊 飞船在那边啊 波布队长真乖 把电池缓回来了 谢了 三四狼 解除电池 放心吧 我一定 这可不能怪我 是你们扔错方向的 不能让他们拿回去 两边各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别说吧 哎呀 人啊 先撤退 奇怪 灯怎么不亮了 难道刚才被道理团摔坏了 那怎么办 有了 莱莱 你有办法了 我想到了一个新魔术 莱莱 现在电池的事情要解 我的魔术可以把电池变出来哦 哇 真的有魔术 莱莱 不可以啊 这样会把你的电量好光的 我可是苏博士造的机器人 没那么弱 盗猎团就交给你们了 等打败他们 我给你们看我最好的表演 莱莱 你忍耐一下 我会尽快想办法救助你 也让昏乐城恢复光明 事情就是这样 是那两只老虎得不到电池 就把电池毁了 这次终于不用我背锅了 当然了 要是三四郎都把电池保护好 就不会毁掉 发动下一个计划吧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掉 你们带上秘密武器 损毁注意力发电机 欢乐城 我们又回来了 注意力发电机 现在靠莱莱撑不了多久 必须尽快修好电池 各位欢乐城的游客们 抱歉通知大家 欢乐城的电力 不顾大家继续玩了 但是大家都不同意 对不对 那么我宣布 欢乐城将举办有史以来 最盛大的闯关比赛 让我们一起迎接 这场狂欢吧 市场在做什么 市民应该担心电力的呀 还有心情看节目吗 确实没有心情 所以我们要制造心情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现在他们都在关注比赛 接近灯塔轻而易举 待会儿我就偷偷过去 收入电脑病毒 三四郎 收好病毒卡片 丢了就没有办法破坏 注意力发电机了 你说711很可能混进比赛 可怎么把他们揪出来 啊 莉莉莎 你的装花了 啊 啊 真的吗 哪里啊 711在那儿 哦 什么东西 终于找到你们了 711小队 既然这样 我们就现身吧 为了平衡星际资源的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我不 莉莉莎 三四郎 银河赵烈环 七瑶瑶小队 哦 好帅的命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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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救人啊 还有地下啊 对啊 好帅啊 好帅啊 啊 哎呀 姐子 哎 哎 哎 说谁是矮脚猫啊 嗯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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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啊 哇,他们竟然能吸引那么强的关注,简直能量爆表啊 怎么回事 他们是盗猎团,是邪恶的外星人,你们为什么还喜欢啊 就是喜欢他们又丑又奇怪的样子 和其他选手不一样 已经有超高热度的选手诞生 齐夭夭,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看我,大肚子冲击 原来肚子大也能这么玩 哇,好多次哦 他们好好玩啊,好厉害 我要美美地出现在电视上 他们要破坏注意力发电机,根本不是来比赛的 要快点终止比赛,抓住七夭夭 你们为什么针对七夭夭,一定是极度他们热度高 我看得正开心啊,别吵醒 市长,七夭夭想要破坏注意力发电机 不能让他们靠近灯塔,快点阻止他们 哇哦,七夭夭给欢乐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和能量 观众朋友们,我们为七夭夭送上欢呼 七夭夭,七夭夭,七夭夭,七夭夭 注意力发电机,我们来了 哦,好啊 怎么回事 别挡着我们的路 你们太厉害了,能采访一下吗 不不,还是先装一会儿,等机会成熟了再行动 好 各位记者朋友,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七夭夭果然是这次比赛最大的明星 大家一起为七夭夭夭加油 七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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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只有参加比赛才能阻止他们了 可是已经来不及报名了呀 我有办法了 喂,这两位选手,只是入口不能出去,出口在那边 哦,抱歉,我们这就回去 第二小组预赛,马上开始 整个欢乐城都站在我们这边 团长的任务肯定没问题 那两只老虎肯定在哪个角落敢着急呢 第二小组预赛的获胜者是 那两只老虎子也跑进来了 获胜者是,是有活中外星人的卡卡和琪琪 他们怎么也参加比赛了 决赛即将开始 对赛双方就是卡卡琪琪队和七夭夭队 观众朋友们,一起为你们心中的冠军加油吧 七夭夭 各位欢乐城的游客 我们的决赛马上开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声呼喊你们心中的冠军 七夭夭 比赛开始 不不,给我挡着 四四郎,给我挡着 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完美形象 你笑了,笑死我了 有二天啊 绿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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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你猜,你猜绿莉莎会不会救她 肯定不会呀 救了就不好玩了 谢谢你 谢谢你,莉莉莎 大家突然安静了 嘿,为我们加油啊 太假了,这不是我们喜欢的 莉莉莎 对,我们喜欢的莉莉莎 一向我行我素 很有个性的 没错 我,我还是那个美少女 莉莉莎 真没劲 没意思 完了,我的关注度 五强魅力 还有团长的破坏计划 差点忘了 三四郎 松了,他们开始行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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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又是我啊 啊 啊 终于到灯塔了 这是团长大人给我们的超级电脑病毒 只要我插入电脑里面 卡卡 我来救你 七央央呢 快成功了 我快坚持不住了 愚蠢的神奇象 愚蠢的欢乐城 七央央真的是来破坏我们欢乐城的 那两只小龙虎说的是真的 病毒植入完了没 怎么这么慢 快了 还有三分钟 他们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位置 七央 靠你了 给我解除病毒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还有我呢 看我的小老虎 丽丽莎 你留在这里保护超级病毒卡 都怪你 让我的明星梦没了 看我的超级泡泡楼 病毒植入就差一分钟了 你们来晚了 发电金没救了 队长 现在可千万不能拔掉病毒卡片 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你给我闭嘴 不要老是把我的弟弟说出来 卡卡 你听到了吗 拔掉病毒卡就行了 没问题 病毒解除了 我就知道 即使病毒不行 那个小厨也撑不住 我们还是先撤退吧 队长 快放我出来 秘密码式 启动快速放弃模式 啊 怎么突然没电了 难道说欢乐城永远黑暗了吗 哦 欢乐城不能没有娱乐 没有光啊 莱莱 别担心 我把原来的电池修好了 我们一起撞回去 一 二 三 咦 怎么没亮呢 你真的修好了吗 可能是娱乐节目都停下来了 大家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 没办法产生电力 难道大家的注意力 不能放在别的事情上吗 爸爸 我要看星星 我们真是好久没看过星星了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好久没看到这么美的夜空了 哇 流星雨啊 快许愿 哇 这是 也许 这才是苏博士梦小钟的发电机和欢乐城 我走不动了 休息一下吧 你十分钟前才休息过 你确定方向是对的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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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方向是没错 可是这地图不完整 啊 我不行了 又饿又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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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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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这些食物了 得留在关键时候 可是我太饿了 美味的甜品 果汁蛋糕 还有冰淇淋 等等看看 那不是真的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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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冰淇淋 这应该就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我饿得走不动了 别哭了 吃块甜饼吧 谢谢你们 你是骆驼一族吧 怎么只有你一个 你怎么又哭了呀 再来一块 我 我叫拉丁 我和爸爸是和沙漠考古队 一起来探寻绿宝石之谜的 可是 发生什么了 考古队被三个奇怪的家伙袭击了 大尔虎博士也被抓了 只有我逃了出来 想找人帮忙 可是 我迷路了 考古队 虎博士 难道是我爸爸 那三个奇怪的家伙 其中一个是不是胖胖的 头上长触虚 是711小队 拉丁 立刻带我们去救考古队吧 太好了 谢谢你们 跟我来 他不是迷路了吗 等等我 很想逃跑 大尔虎博士 不让伤害博士 报告团长大人 我们已经抓住考古队了 干的不错 快点找出沙漠里博士的线索 传说它具有生命魔力 有了它 就可以穿过茫茫沙漠 是 把他身上的东西全掏出来 别动啊 住手 队长 没找到线索 真没用 快入手 好动啊 好脏啊 左边 右边 应该是后面 我们刚从后边来的 那应该就是右边了 你是不是认不出路啊 我相信拉丁 冒险笔记上说 骆驼一族有辨别方向的特殊能力 所以被称为沙漠之舟 嗯 只是 一直以来都是爸爸带我穿越沙漠 我自己都还没试过呢 石头 没错 我记得有经过一片沙石的 是沙漠巨怪的声音 什么是沙漠巨怪 传说沙漠里有一座乌乌城 会发出乌乌的怪声 还像泥弓一样 走进去就出不来 拉丁 这只是沙漠里的鸣沙现象 没有什么巨怪 原 原来是鸣沙 我早就该想到的 都走了大半天 还没找到考古盾 对 对不起 都是我没用 我没说他没用啊 不 我就是一只没用的骆驼 拉丁 别哭了 你要这么躲起来 才能救出考古队员 我 什么气味 我什么也没闻到啊 我也没有 好像是香水味 香水 很可能是莉莉莎盆的香水 那我们只要沿着香水味 就能找到七央央小队了 赶紧出风 爸爸 我来救你们了 我好饿啊 先吃点东西吧 得按时吃饭 哇 这下舒服了 莉莉莎 你怎么都吃光了 水也浪费了 我看你们忙得起劲 一点都不饿嘛 你你你你你 算了 三四郎 把导航仪拿出来 把他们都带回飞船再说 好的队长 立刻进行导航 嗯 香味越来越浓了 就在这岩石后面 啊 嗯 果然是七央央小队 是爸爸和考古队的队员 嗯 啊 卡卡 那是你爸爸吗 太暗了 看不清楚 走了 他们又走了 嗯 这样冲出去 不仅救不了人 还可能会让考古队的队员受伤 再等下去他们就跑了 嗯 我有办法 快点走 飞船就在前边了 嗯 嗯 什么声音 架呼什么 不就是风声吧 嗯 嗯 唉 啊 我们不会是进入乌乌城了吧 啊 糟了 传闻城里面住着沙漠巨怪 发出各种怪声 而且只要进去就别想出来 这世上哪有什么奇怪 俏骗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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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躲到里面 出来 哎呀 啊 啊原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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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饿呀 这是怎么回事 奇怪大人 我太瘦了不好吃 你一起他俩吧 我身上都是毛 要吃就吃 波波队长吧 你们两个坏家伙 要吃就吃他们吧 拉丘你站稳一点 不好 队长你惹他生气了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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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要被吃掉了 我才不要被这么臭的奇怪吃掉 快跑啊 怎么不动了 糟了 粉射口也被暴力粘弹粘住了 空就不住了 卡卡 你这招真绝 乌乌城的怪声 不过是风穿过岩石发出的 哪有什么巨怪呀 拉丁 原来是你 爸爸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原来不是爸爸 你就是白虎教授经常提起的小卡卡吧 你认识我爸爸 当然 他可是我们的领队 不过 他现在去极地考察了 别失望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看来这次考察只能先停下了 那绿宝石怎么办 盗猎团可是冲着他来的 放心吧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绿宝石在哪里 只有这个 这还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研究资料 这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某种动物的爪印 跳鼠一族 没错 跳鼠一族生活在沙漠中 可能与绿宝石有关 这么说 要先找到跳鼠一族 不是 寻找绿宝石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不能让盗猎团得逞 你们需要一个向导 拉丁怎么样 爸爸 我不行的 爸爸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自己 那我试试看吧 拜托你了 拉丁 没想到吗 小老虎 我们的导航仪可以互相通信 可是现在怎么这么差 我们明天就出发找跳鼠 那个大尔虎博士 过人知道线索 队长 接下来该怎么办 找到跳鼠一族 找到绿宝石 可是在哪之前 先找到路吧 都走了大半天了 拉丁 你不会又迷路了吧 对不起 我真的来过这儿 不知道为什么 全都变了 拉丁 别哭了 这里的岩石分化严重 一天一个样 不认得也是很正常的 我再试着 查一查冒险笔记吧 没办法 地图在这儿空白了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 走出这片迷宫了 一二三四五 一起种植物 一二三四五 跳鼠族最酷 这有地下水源 从这里开始种吧 这肥料真臭 公主 你又在干什么 每次都终成一角之仙 太无聊 这样就好看多了 翠豆豆不沿着地下水源 种植 很快就会哭死的 不用你管 本公主要自己走 跳鼠族一向是统一行动的 我是公主 你得听我的 不许更热 不许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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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章节鼠 太好吃了 这是什么呀 是我们跳鼠族中的翠豆的 你是跳鼠一族 当然 我还是公主呢 只要找到跳鼠一族 就能找到绿宝石了 那我们抓住他 绿宝石就到手了 你们可真幸运 要是没有本公主 别想离开这个严实迷宫 哎哟 用不着这样感谢本公主啊 为什么不抓他 只有他能带我们出去 等离开这儿再抓 公主 等等我们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到沙漠来 我们是盗猎团711 711考古队 没错 我们被两只坏老虎偷袭 才晕倒在沙漠的 他们还说我们是外星人 人家不过是长得特别一点嘛 队长的确长得特别丑 公主可要小心的两只老虎 听说他们想要抓跳鼠 抢走绿宝石 绿宝石 就是跳鼠一族的宝贝呀 公主肯定听说过吧 什么绿宝石 听都没听过 不过 不能让他们小强本公主 当然 我还见过呢 真的吗 就在本公主的沙宝里嘛 我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这方向感觉不像有出口啊 本公主 从不迷路 快跟上 只要找到翠豆豆 就能找到沙宝 太好了 有骆驼救援队 骆驼 又是那两只坏老虎 那是 小鼠一族的公主 莫莫 糟糕 到猎团抓了公主 我们得救她 一起上 把公主叫出来 本公主不会跟你走的 看不见了 好机会 卡卡 小心啊 太厉害了 拉丁 这么大的沙尘 你怎么能看得见 因为我们骆驼一族 有两层睫毛 能阻挡沙尘 你们没事吧 眼睛好痛啊 嘴里都是沙子 公主 他们是来抓 神奇星居民的外星人 快离开他们 哼 你们果然是坏家伙 就是 人家不过是找得比较吵 你就说他们是外星人 没错 偷袭的机会来了 你为什么打我 打歪了 算了 就全部抓起来吧 绿宝石就快到手了 原来你们真是坏家伙 你知道的太晚了 公主 动手 群群 新人肘 好痛 好痛啊 别跑 他们没有子弹了 快跑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让他们跑了 这是出发前 我在飞船上随手拿的药水 试试看 有什么用 好痛啊 这都隐形了 原来这是隐形药水 太好了 我有好办法了 痛啊 快跑 他们快追上来了 别担心 已经甩掉他们了 刚刚的事 对不起 本公主也是被他们骗了 没关系 都是盗猎团的阴谋诡计 先想办法离开这儿吧 真的看不见我 这隐形药水真好用 现在可以执行偷袭计划 一起上 人呢 绿莎 小色狼 隐身来真好藏起来 太阳这么晒 我才不去呢 队长 我在这里 在哪儿了 我可不看不见你啊 我也看不见你啊 气死我了 算了 我车几上 队长 你在哪里 又回到起点了 你不是沙漠之舟吗 你来带路呀 我 我是第一次独自带路 我不行 别着急 每一条岔路都试一遍 总会找到出口的 这一次就走那边吧 快来 这回还抓不住你们 空间球 什么声音 估计是碎石掉下来吧 糟了 空间球也隐形了 这样怎么吵啊 没事吧 拉丁 屏幕怎么会摔跤啊 我没事 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那继续走吧 空间球 找到了 我还有别的招呢 你们等着 队长 你在哪儿 我好像听到了三四郎的声音 这声音是 果然是你 三四郎 药水干透了 隐形效果消失了 隐形 药水 那布布和莉莉莎 没错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有本事就出来 别躲躲藏藏的 我就在你们面前 可许你看不见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711小队的真正实力 队长 上 怎么办 琪琪 看地上的脚印 找到了 流星锁 只要你一动 我就能发现你 我还有空间球呢 看招吧 琪琪 他在那儿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队长 快跑 你的钥匙干了 他们能看见你了 波布 三四郎 你们在哪儿呢 这都没事 运气真好啊 我可是危大的银河大战团 711小队的队长 套的是失利 不是运气 是翠豆的 我记得跳鼠公主说过 只要跟着吹痘痘 就能找到跳鼠沙宝 咱们走 你们在哪儿 在这儿 我们没事 卡卡呢 你还好吧 刚刚真是太可怕了 要是我们走不出 这个岩石迷宫 也很可怕 走吧 翠豆豆也没有了 再出不去 我们就得渴死了 要是我像爸爸那样厉害 就能把大家带出去了 别担心 会想个办法的 有了 爬到岩石上去看看路 这个注意好 螺旋桨可能被沙子卡住了 我来试试 怎么回事 我没有力气了 糟糕 琪琪是脱水了 不赶紧补充水分 会有生命危险 我能找到地下河 可是地下河满着太深了 拉丁 现在只能靠你 找到水源和路了 我 我不行的 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你太依赖你爸爸了 你才会对自己没信心 鼓起勇气 这尝试 你可以做到的 拉丁 我也相信你 为了大家 我可以做到的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这边 找到了 我找到水源了 哪有水呀 会不会是找错了 我们路途的鼻子 能闻出潮湿的气味 就是从这石头传来的 我相信你 拉丁 我们再仔细找找 谢谢卡卡 找到了 是我们跳树依族中的翠豆豆 被落石压在了底下 够不着 大家一起把石头推开吧 一 二 三 用力 够我们现在的力气推不开 我去找东西 挖开石头 等我 队长 快看 快 莫莫莫公主可能遇到危险了 都去找她 是 终于找到跳树沙堡了 那个跳树公主果然没有骗我们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见过莫莫公主 她在哪里 嘿嘿嘿 她还在阎世密宫里呢 公主 快把力宝石交出来 不然就把这里全毁掉 大家听命 常为攻击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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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们该不会是中毒了吧 不会吧 够臭啊 这 这是肥料 给我抓住这些丘跳鼠 他肯定是去保护力宝石了 跟上 拉丁肯定是迷路了 回不来了 要相信拉丁 琪琪 我回来了 我找到了这个 就用他把石头撬开吧 快 琪琪晕倒了 必须立刻给他补出水分 一 二 三 成功了 琪琪 没事了 嬷嬷 都喝了你们种的脆豆豆 我们跳鼠族一直在沙漠种植脆豆豆 就是为了给迷路的人提供帮助 太谢谢你了 迷路主 我知道传说中的绿宝石在哪了 走 咱们得赶紧赶到跳鼠沙堡 快把脆豆豆都藏起来 绿宝石啊 脆豆豆 这儿不是成绿宝石的地方吗 队长 这都是脆豆豆 看来这是他们种植脆豆豆的地方 这儿根本没有什么绿宝石 好啊 还不肯说 那就毁了你们的脆豆豆 谁打我呀 不许伤害他们 不许在这儿捣乱 不许破坏脆豆豆 不许 反 反正什么也不许 你们竟然这么快逃出迷宫 因为我们找到了绿宝石 多亏绿宝石 我现在精力充沛 绿宝石果然这么神奇 快把他交出来 其实 你们早就见过他了 胡说 队长什么都没找到 闭嘴 非法少说 绿宝石到底在哪儿 就在这儿 他就是传说中拥有神奇魔力的绿宝石 传说中的沙漠绿宝石 其实不是大家以为的真会石头 而是跳鼠种植的脆豆豆 跳鼠一族把脆豆豆种在各处 目的就是为了救助在沙漠迷路的人 脆豆豆可以提供水分营养 甚至能给大家指引方向 顺利穿越沙漠 从沙漠中死里逃生的大家 觉得脆豆豆很神奇 所以才有了绿宝石的传说 嗯 没错 跳鼠族最珍贵的宝藏 就是脆豆豆 跳鼠 脆豆豆 绿宝石 可恶 找了这么久 原来就是这东西 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把所有的脆豆豆都带回去 向团长大人交差呀 哎 没错 一颗不胜 全都带走 哦 我们都知道了 可恶的万仙人 把脆豆都还给我 好啊 自己来拿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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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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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吸引她的注意力 我和莉莉莎趁机偷袭 哎 我不要 嗯 哎 快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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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哎 真是的 看不见他们很难打中 嗯 嗯 我有办法来 你别过来 不然我们都要暴露了 周围是从花圃后面飘来的 好肘啊 我的衣服 我的妆啊 总算能看到你们了 大家快上 一跳那会脆痘痘 一群小跳鼠 还想对付我 可以了 笨到他们 看你还敢不敢小看我们 气死我了 让你们知道厉害 把沙宝吸走 沙宝要是没了 我们就没有家了 我有个办法 把石头全都砍过去 给它吸 看能不能破坏它 怎么回事 糟糕 撑出问题了 救命啊 总算重新装好了 谢谢你们帮忙 能种下传说中的绿宝石 真开心 没错 有他们在 在沙漠迷路也不怕了 我要回去跟爸爸说 我种了绿宝石 其实还有个秘密 在我们跳鼠一族 代代相传的古籍里 真的有绿宝石的记载呢 什么 沙漠还有很多神奇 等待我们去探索呢 飞车串 我们来了 你看 连餐厅都是汽车主题的 谁能举起这个超大的轮胎 就可以获得免费大胎 挑战失败 看来非常重啊 竟然直起来了 恭喜你挑战成功 有免费午餐 我就不客气了 身手不错呀 好像没见过他 大家好 这位是琪琪 是个舞者 琪琪好厉害呀 我们来飞车城之前 一直在和三个外星人对抗 他们拿着很可怕的外星武器 想要抓走神奇星的居民 他们很可能已经潜入飞车城了 大家一定要警惕 是真的 他们很容易辨认 就是一个粉胖子 一个紫发女 还有一只矮角猫 这玩意开玩笑 不管外星人有多厉害 我都不怕 这是你的免费大餐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不知道吗 一年一度的极限方程式赛车 就要开始了 看来这个赛车很受欢迎呢 去看看吧 好啊 去那提醒大家防备外星人也许更好 走 麻烦全部打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提醒方程式赛车入围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太多观众了 这到底是什么比赛啊 你们是刚到飞车城吧 这可是神奇性最重要的比赛了 每个车队需要三个选手组成 分别是驾驶员 全速前进 领航员 注意 前方一百米 右坐急弯减速 右侧有道具盒 快去拿 和副手 拿到了 道具盒里面的道具 可以用来对付对手 相敲攻击 极限方程式赛车 集合智慧 技术 力量和运气 选手要有强大的体能 领航能力和团队默契 明天的决赛 你们这么快就吃完了 现在还只是入围赛啊 这张海报上面有比赛的介绍 谢谢 都是专业的赛车 可是那辆赛车好奇怪啊 这辆改装车真奇特啊 在飞车城都没见过 这辆赛车很野术 而且选手是 猎狗 是银河斗鲁团 他们果然混进飞车城了 我去对付他们 醒醒 等等 观众禁止靠近赛车场 银河斗银河斗鲁团 不会无缘无故参加这种比赛 这个比赛有这么多选手和观众 他们肯定有什么大阴谋 不行 必须阻止他们 海报上面写着 只要是神奇新的居民 都可以报名 我们马上去报名 你好 我们要报名参赛 懒懒 考考 奇迹 你不是在云雾雨淋吗 你不是躺在水面上等吃的吗 懒得有 树上果子就快掉下来了 我接 是族里的长老 让我来做工作人员 顺便 减肥 你们想报名 我来帮你们吧 幸好有懒懒帮忙 舞者的直觉告诉我 可能没那么顺利 系统说你们不能报名 为什么要 不是说所有神奇新的居民 都能参加吗 我忘记了 必须有三位选手组成车队 才能报名 你们缺一个队友 啊 离报名截止还有半小时 你们必须先找个队友 在这我们谁都不认识 怎么找啊 有谁想加入我们团队吗 我的两个搭档生病了 想找替补 我这边缺一个 太好了 我们 我是你们的老虎 选我吧 选我吧 我一直有参加专业赛车训练 选我吧 看来竞争对手很多 要尽力争取才行 你看到那两只小老虎了 你看到那两只小老虎了 在哪儿 就在报名处 在那儿 在那儿 逼着他们发现我们 大家别急 我要筛选一下 你们有专业赛车吗 这是我的赛车 卡卡号 这车不错 可以展示一下你们的实力吗 没问题 如果他们参赛 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让我想想 好快 我有办法 你们居然敢和那两只小老虎组队呀 什么意思 你们不知道吗 那两只小老虎啊 是出了名的话呀 你们交过手 有争取吗 看看这个 他们最喜欢耍赖和作弊 跟他们组队要当心啊 他们回来了 快撤 我们可以做你的队友了吗 不行 刚才有人提供消息 说你们喜欢耍赖和作弊 我们不欢迎你们加入 是谁在乱说 这些照片明显就是假的 是三只猎狗 盗猎团 你别想跑 就是选手通道 你们快点离开 还是先想办法 组队要紧 请你们听我说 事情不是这样的 这下他们没法碍事了 我们可以全力完成团整的任务了 盗猎团阻挠我们参赛 一定有阴谋 所以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其实你们是怕了我们的实力吧 你说什么 谁怕谁啊 那就来比一场啊 我们光明正大的赢 那就比吧 谁赢了 我就跟谁组队 比赛还没开始 我们可以借用一部分练习赛道 每辆车做两个选手就行了 证明给我们看吧 我们要好好表现 放心 一定不会输给他们 就说你们不规矩吧 赛除牙齐跑线的 我们要赢了 我的卡卡号 是和海婆纵队一起改造的 比速度是绝对不会输的 姐姐 现在第几圈了 好像是第 第五圈了 好 我们赢了 让你们幸福可福 你们没赢 为什么 你们少跑了一圈 怎么可能 大家都数着呢 难道说 我刚才好像是数错了 你们果然喜欢耍赖 我们不会跟你们组队的 找不到队友 就没办法参赛了 小心 车没撞着我 我倒要拉上了 你应该谢谢我 你怎么开车的 来不及了 我要报名 你们要和我组队吗 太好了 就是你了 你叫什么 我家豆丁 是一名车手 来不及说了 先去报名 才来 我们找到第三名队员了 A组已经截止报名了 你们参加B组吧 两个组的前三名 都能进几总决赛 对了 你们的车队叫什么 这个 我们要像旋风一样快 就叫旋风队吧 好 就叫旋风队 极限方程式赛车 即将开始 请选手们做好准备 冲过去 卡卡 琪琪 旋风队 加油 极限方程式赛车 入围赛 A组比赛 即将开始 请选手们入场 趁着A组比赛 我们先熟悉一下吧 我叫卡卡 喜欢动脑筋 我叫琪琪 伸手最八 我是天才赛车手 未来的车神 斗丁 卡卡 你来做领航员 琪琪 你就做副手 嗯 赶紧出发 去比赛咯 哇 等一下 我们应该用卡卡号参赛才对 唉 你们可真是不专业呀 你的卡卡号 可做不下我们三个 不符合比赛要求啊 你说谁不专业 我和海豪纵队 亲手改造的卡卡号 是最强赛车 豆家号现在更适合参赛 而我 天生就是驾驶员 卡卡 豆家号 应该用卡卡 豆家号 可以叫个赛车 别吵了 卡卡 载不入场就来不及了 斗丁 按照大赛规定 卡卡号可以作为备用车 万一豆家号出了问题 就马上换车 现在要想想办法 先让卡卡号有三个座位 嗯 这简单 太棒了 急选方程式赛车入围赛A组比赛结束 我们是旋风队 这是我们的后背赛车 卡卡号 你说这个球是赛车 没错 好的 这是比赛专用的平板电脑 谢谢 我来当领航员 豆丁 驾驶工作就拜托你了 嗯 至于清除障碍 夺取倒计就交给我吧 看来我的领航员和副手 都信心十足嘛 出发 恭喜棕熊队 草原队和飞翔队 晋级总决赛 接下来就是B组的比赛 钱才名也能晋级总决赛 嗯 虽然不知道 银河盗猎团想干什么 但绝不能让他们得成 两只小老虎竟然组队成功 哼 小老虎来了也没用 队长说得对 极限方程式预赛B组比赛 正式开始 呜 董家豪 我们终于上开场了 豆丁 别着急 等我找一条安全的超车路线 我可是从小就立志要当车手的 这点小问题难不倒我 呜 走 更精彩的还在那里面呢 董家豪太棒了 神奇星的赛车都这么 这么快的吗 闭嘴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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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哇 - 呜 词 这个我们最爱的比赛环节 恩 嘿嘿嘿 我也是 呜 Feuer 噜 ako 人流给那两只小老虎 发现道具盒 洞洞 小心 我会小心那个神窗的 加油 加油 不要只说小心偷袭 领先的旋风队被齐摇摇队的粘性橡皮泥打中停了下来 不过别担心 十秒钟后 粘性橡皮泥就会消失 可以继续比赛 糟糕 我们落后了 我也拿到了粘性橡皮泥 好极了 快攻击 不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星星 我们利用粘性橡皮泥加速 分兵 你全速前进 明白了 哇 狗丁 哇 狗丁 伯伯 吉他转转上来了 我可怎么变慢了 队长 小老虎超过我们了 拜拜 哇 狗丁 哇 狗丁 你怎么不踪我前的路线 我指着右前方啊 我以为你是要我往前走 我们还是在追踪 我追 狗狗 你先走一趟 哇 狗丁 这里差还太多 我们应该换一条路线 来不及了 啊 我的道具盒 狗丁 你能不能配合我一下 我顾不了这么多 啊 狗丁 我成功追上来了 不肯包啊 都肯包 没有道具盒的赛车 就是个火把子 嘿嘿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哦 好急了 没有那小老虎 我们赢定了 再见了 倒数第一票 对不起 没时间道歉了 接下来听我指挥 我们还有赢的机会 真的吗 最新消息 旋风队请求换车 继续比赛 旋风队的后备车 竟然是一个小球球 卡卡号 看你的了 我来做驾驶员和领航员 机器 你负责清扫障碍 明白 豆丁 你负责抢道具盒 没问题 旋风队重新出发了 平线的仍然还是711队 好 别忘了团队长大人的任务 莉莉莎 把东西拿出来 不是在三四郎身上吗 没有啊 不是你们拿了吗 天哪 每次都这样 那两只小老虎坏了车 要追上来了 可恶 只能进了决赛 在实施发展大人的计划呢 卡卡正在利用其他车子破风 结上梦灵 结枉五十米 又是温之角丸 不要 就 priced 悸 折 这 你干得好啊 豆丁 谢谢 谢谢胖子啊 都是香蕉 那就全部一起用了吧 怎么还不死讯 回来了 可恶 谁跟你们比加速 扔道计盒才是关键 这是什么呀 不管了 送给你们 干得好 三四郎 可以跟他们说再见了 错过了一个道计盒 没事 反正我们赢定了 前面有个道具盒 拿到了 看你的浪肚丁 这是什么用 不管了 先用下 我好怕呀 怕你才怪 我711号的能量罩 能挡住任何攻击 就是太费电了 省着点用 队长 好像要打雷了 天气这么好 哪来的雷 好像是真的 公司 猜獎 青 最优秀的 观众们 现在可以准备迎接 极限方程式赛车入围赛B组的冠军了 终于等到今天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上极限方程式 赛车的冠军 豆丁 现在还不能放手 豆丁 道具盒 过了 拿不到 孙子郎 决胜时刻到了 是长台打中我们的 那个雷电道具 接招 怎么回事 是西洋腰拿到了 我们错过的道具盒 西洋腰队赶了上来 绝地大反击 剑锅队的西洋腰队的车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章 速度变半 哇 冲冲队和辣椒队 也开始冲线了 他们超过了 西洋腰队和旋风队 拜拜 冠军是我们的了 队长 被他们超过了 没事 第三名也能进决赛 别得意 比赛还没结束呢 辣椒队获得第一 冲冲队第二 最后一个决赛名额 就在旋风队和奇洋腰队之间产生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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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观众 进入极限方程式赛车总决赛的六支队伍 全部诞生了 他们分别是A组的棕熊队 草原队 还有飞翔队 以及B组的辣椒队 虫虫队和711队 恭喜 盗猎团这么拼命想进决赛 更加证明他们有大阴谋 可现在没法进决赛了 你再懂口痛 对不起 现在有一个紧急通知 经过组委会裁定 B组比赛第一名的辣椒队 由队员没带头盔 按规定取消比赛成绩 其余队伍而名字第一个台位 原来第四名的旋风队 紧急决赛 我们进决赛了 什么 太好了 我们进决赛了 这下又没戏了 试试能不能修 斗丁你有什么零件吗 我看看 这靠谱吗 找到了 试试看吧 修好了 试一试 试试 出风 比赛慢太多了 我已经再加速了 太好了 这才是卡塔豪本杠的速度 糟糕了 斗丁的身影全功率太少 超复合了 又坏了 再修不好就赶不上决赛了 真是的 要是不能参加决赛 造力团他们肯定会笑出声的 我已经听到了他们的笑声 卡卡 琪琪 好久不见呢 贝贝 卡卡 你这个车子可参加不了决赛哦 小小的老虎 你是小朋友吗 我不是小朋友 我是机械工程师贝贝 对不起 我在观众席上看到你们的车子坏了 特意过来帮忙的 我们需要这个 那个 还有这个也一定要有 可是这些零件我们都没有啊 要是天上能掉下来就好了 零件来了 我们的朋友来了 阿宝 还有大赵 你们胡族没有我们熊族帮忙就是不行 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 我们特地给你们送零件来 那就快修吧 没时间了 现在可以换引擎了 你们怎么乱成人呢 零点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小帅和久久呢 他们有突发救援任务出动了 我看了你们的比赛直播就来凑凑热闹 零点 零点 太好了 你快点来帮忙吧 大家要分工合作才能快 贝贝和卡卡负责装配修理 大壮阿宝负责布剑归类 奇奇奇和哈哈负负责传递工具和零件 卡卡 你的朋友真多呀 对了 你怎么老叫那个711队什么盗猎团啊 盗猎团 711小队 这里每个朋友都可以说一段他们的故事呢 可以了 现在的卡卡号结构和材料更坚固 再也不怕道具格了 没错 现在的卡卡号绝对是居家旅行 上天下地 穿山越海 必备良品 提醒我一下 时间要赶不及了 糟糕 比赛要开始了 奇奇 斗丁 快上车 来了 等等 开卡 奇奇 斗丁 现封队 加油 谢谢大家 我们一定会拿到冠键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我们把这台斗加号也修好吧 嗯 各位观众 本届极限方程式赛车总决赛即将开始 六支参赛队伍已经在起点上做好准备 你那辆破车 你那辆破车居然还能修好 你那辆破车居然还能修好 不管你的阴谋是什么都休想得成 一年一度的极限方程式赛车马上就要开始 现在所有的车队都已经在起跑线上 车队加油 车队必胜 让我们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 动丁 这阴谋坐下来 多亏了你的帮忙 可我们不得要拿冠军 更重要的是阻止盗猎团的阴谋 没问题 很荣幸成为你们的队友 可不得要拿冠军 不好 阿邦也要抢道具盒 别担心 有我在 拿到了 就差一点 小心啊 对不起 草原队 勿扫你们了 别忘了我们棕熊一组可欣哥刚手 卡卡哥哥 快招 这么多香蕉 别怕 还有我 卡卡 小心前面有落石 没关系 看我的 哇 现在旋风队排名第一了 飞翔队不幸撞上落石 车子损坏了 队长 我们加速 超过他们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更重要 没错 三四郎 快行动吧 嗯 卡卡 要展开双雄队 冠军就是我们了 好嘞 怎么不进七游妖小队 从比赛一开始 他们就一直在最后 他们好像在安放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三个坏蛋果然有阴谋 回去看看 哦 要投跑了 是怕了我们棕熊一族吗 这 这发生了什么事 旋风队竟然往回跑了 咦 怎么会这样 卡卡说过 要阻止盗猎团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对 豆家号也修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快 我来帮卡卡 这些选手们到底发什么疯啊 谁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 喂喂喂 你干什么抢我的话筒 卡卡 711号在南边的空地上 他们好像在路上放什么东西 好 看我的 还给我 各位观众 不好意思 刚才发生了点小意外 我们继续看比赛 你也是卡卡的朋友吧 上车 我们一起去帮忙 好嘞 爸爸 卡卡哥哥他们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对 我们去帮忙 胖胖 达达 我们也去帮忙吧 好 好 我们告路了 三死王 莉莉莎 快上车 还剩最后一个装置 是 两只小老虎追上来了 不管他们 加速去最后一个地面 他把跑了 竟然连升极后的卡卡号也追不上 别担心 我刚才拿到一个道具盒 看我的 我有防护罩完全不怕你 防护罩呢 忘了告诉你 我把防护罩和暴猎年代的暗地游调换了位置 怎么不早说 他们不是猎狗 那他们是谁 追上你们了 谢谢你们的旋风 让我们刚好落在最后一个坐标上 什么意思 走 行门 开启 听什么 感觉不妙啊 哈哈哈哈 那什么呀 那什么呀 现在表演项目吗 我们快去帮卡卡 狙狙 我们去帮卡卡 好 我带着你去吧 你们完了 你们完了 我们已经在飞车城的关键位置成功安装了五个星门 星门 这些光束是什么 这些装置能在天空形成连接宇宙的星门 我们伟大的银河道列团总部 就能通过星门发射能量大炮 飞车城市神奇星的公路交汇点 要被能量光波打中 爆炸就会沿着公路蔓延出去 到时候 到时候 神奇星就会分裂成一个个宇宙孤岛 过人 可惜你知道太晚了 原来你们背后的阴谋是这个 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这装置一定能关掉的 干脆直接打吧 你们打不坏的 星门装置非常坚固 哈哈哈 我们先走了 不然会被能量大炮误伤的 让你见识见识 虎拳的真正力量 什么 一拳就打坏了 哼 我们赶紧再去破坏其他的吧 还有四个 来不及了 有什么困难就直说啊 一副老虎就是不爽快 你们也来了 还有我们 爆炼团在哪 这回绝不放过他们 对啊 星仇旧恨一起爆 可可 我也来帮忙 谢谢你们 别太感动 我只是生气他们妨碍我比赛 啊 爸爸 你刚才不是说 把小老虎有危险 要快点赶过来吗 啊 只要破坏了这四个星门装置 能量大炮应该就打不过来了 我们分头行动 要不要先疏散观众 狙狙 麻烦你飞回飞车城 通知大家赶紧疏散 好 交给我吧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银河盗猎团可能会在星门附近设陷阱 大家组队行动 互相照应 我和卡卡一组 其他人和棕熊队 草原队 斗家号组成三个小组 各自对付一个星门装置 加油 加油 队长 他们好像分头朝星门去了 慌什么 我早有准备 让他们试试复制子弹的威力 你干嘛 既然可以复制 一包零食就可以复制出很多包 多好啊 你 你这件粗银怎么不一定能扔上 哎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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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星没见过这样的天下 难道真的有外星人 对了 之前有两个小老虎说过 外星人要入侵神奇星 难道是真的 我们来飞车城之前 一直在和三个外星人对抗 等你们很久了 怎么会有三个伯伯 看来他们研究出 可以复制自己的新武器 等着看好戏吧 真是的 根本没法靠近 得想办法解决他们 我可是老大 谁敢解决我 我才是老大 这些复制人的性格 比真正的布布还有自带 看了不就站位 就知道谁是老大了 这边车尾发射的炮弹威力最强 我觉得他才是老大 我不信 这是我的炮弹 都困住了 实际手性门装置啊 不好 够了 我们等时间 不陪你们玩了 各位请注意 这些复制人的性格 比他们本人还夸张 大家可以利用这些 打败他们 这些糖果超好吃 谁想吃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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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家阿宝还贪吃呢 论力量 我们熊族可不输你们虎族 你们还是尽早放弃吧 我听说 车里开了一家新店 在卖限量版的包包呢 还有最新款的眼镜哦 你们休想抢我的限量版包包 这句话是我说才对 可恶 又被他们破坏了两个 团长说过 只要还剩一个新门 也能把神进行分立 队长 他们好像是去最后一个新门的 还等什么呀 开枪啊 报告卡卡 我们受到711号的袭击 去不了最后一个新门装置了 找给我们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们来晚了 能量大炮已经和新门裂剑成功 能量光果马上就打过来了 他们是真的711小盾 呃 嘿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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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目足飞不起来了 下车 我带着你们飞 呃 快快来跑 呃 大家快跑 能量活风已经发射了 呃 来不及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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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奇奇 快来帮我 来了 ah 找到了 这是711的防护罩装置 把它拆出来 没时间了 我去挡住他 请不回合意 接下来就静静等待胜利来临吧 哟 这医生是不会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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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好像是 哟 卡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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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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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修 安全了 祠 哟 看她 才可来不行 他们放出什么了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 我 我们成功了 成功啊 成功了 成功啊 我们可是要拿冠军的 冠军是我的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刚才出现了一些意外 现在 期限方程式总决赛继续进行 冠军到底会是谁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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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